主席 中心 山洛丽 主席 你现在聊到哪了 主席 现在还准备要问你啊 小美人 主席 对阿 你要不要 主席 我刚刚在洗澡 我吹一下头发你们先聊好不好 主席 你们先聊好了 主席 所以头发很重要吗 你每次也没看 你跟我聊天 gullllll 也都没看你头发啊 我現在沒穿衣服 你們先聊 沒穿衣服很重要嗎 這時候不是要開一下麥 然後增加一下我們女性觀眾的福利嗎 女性喜歡看這個嗎 來 小美人與劇情簡介 劇情描述作為川頓國王最年幼最不受拘束的女兒 仁與愛麗兒 渴望了解海洋外的世界且對其充滿了好奇 並且拜訪海面上的世界時愛上了瀟灑帥氣的亞歷克王子 即使人魚被禁止與人類來往 愛麗兒決心跟從她內心的渴望 與邪惡的海女烏蘇拉達成一筆交易 讓她有機會體驗陸地上的生活 但這項協議卻也同時將她的生命 以及她父親的王位暴露於危險之中 我看一下那個 這一則是怎麼回事 這也算新聞稿嗎 來看一下 機器人狂刷負評 IMDB修改小北人魚評分機制 文是血紅藍母血的 為了避免網路機器人不斷狂刷小美人魚的負評 電影網上IMDB只好技術非常的手段 這年頭只要觀眾對影劇作品有任何不滿 輕輕鬆鬆就可以上各大電影網站拼命發洩 試圖拉低作品的評分 尤其漫威心善等熱門作品最容易成為劍拔 舉方驚奇少女、月光騎士、律師女浩克等都曾慘遭覆轟炸 甚至引發敵對陣營狂刷高分來抗衡 因海莉貝莉這個女主角人選 而惹出不少爭議的小美人魚 自然也引來了各國網友一再負評攻擊 就連法國電影網站都特別著名 他們觀察到本片出現了幾部尋常評分比例 因此建議影迷不要參考網路評分 最好由自己來評價小美人魚 根據《財富》雜誌指出 小美人魚在IMDB得到了7分的評價 仍然在超過33000則網友評分中多達13000則 只給出了最低的1分 很顯然是在試圖狂刷本片負評 逼得IMDB也不得不採取因應之道 全球投靠電影資料庫網站IMDB對此提出警告 我們的評分機制真的到本片不尋常的評分方式 為了保護我們評分系統的可靠性 戰方對本片施價的一種加權計算方式 不過IMDB沒有點名他們用的究竟是何種加權計算方式 財富雜誌指出這種負評轟炸通常是有心人士利用網路機器人 BOT來大量刷低分 試圖藉此拉低平均分數好阻止其他觀眾欣賞這些作品 當然也不乏另一方陣營反過來狂刷高分 但本片依然至今爆回了近2億1000萬美金的不屬成金 小美人魚現在台熱映中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 有沒有別的啊 來看一下 小美人魚導演回應對小美人魚的反對 這真的感覺來自於另一個世紀 我問戴希芙芙芙 導演羅伯馬歇爾為反對 由海莉貝莉 飾演艾莉爾的種族主義 表示抗議 迪士尼真人版電影小美人魚自從公布 由非裔女星海莉貝莉飾演艾莉爾之後 許多人就對他的膚色有意見 對此羅伯馬歇爾近日接受外媒 採訪時表示 我認為選有色人種演艾莉爾沒什麼大不了 對於那些反對的聲音 他說那些心胸狹害的人引發爭議的時 我想 哇這真的感覺來自另一個世紀 我們真的還在那兒嗎 他也在這一次的選角中看到更多積極影響 比如演員可以幫助更多孩子 讓他們有機會在這部經典的故事中投射自我 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年輕的有色人種女孩 和年輕的有色人種男孩 當他們看著海莉貝莉想著 哇我被看見了 他強調這對我來說非常非常感動 真人版小美人與其選角 帶給導演羅伯馬歇爾 深深的自豪 但也帶來很大的提醒 好萊塢還有很多路要走 我們人在這個領域持續耕耘 重要的是要有代表性 而且是人們可以在其中可以看到自己 可以想像帶入自己 不必覺得自己像局外的 羅伯馬歇爾在電影中 將艾莉爾的故事變得更現代化 這對我來說很有趣 事實上的偏見 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艾莉爾教導她的父親 面對與你不同的人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海莉貝莉儘管面臨反對聲浪 但從她的父母那兒得到鼓勵 隨著世界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分裂 這感覺是一切的解藥 在製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 感覺就像是我們所處的這個分裂地方的解讀劑 一個重要的提醒 她也說我真的不去想那些反對者 我只想積極向上的人 幫助我振作起來 好吧這一篇 一個是狂說 一個是那個什麼 否認狂刷機制 另外一個是那個什麼 我覺得這是上一個世紀的事 好吧 那個時候裡面完全都沒有聊電影內容怎麼樣 那是不是代表電影內容真的沒有怎麼樣 好煩 我就原版造超 沒什麼變 許惡華也有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不會去看這種東西 但我大概知道內容應該是怎樣 因為我是看一下其他音頻 就是想像一下大概的內容 就差不多這樣子 嗯 因為大家都說其實差不多啊 就頂多設定有變更而已 嗯 好吧 來吧那個什麼 有看的人 我看一下 Wish現在還在嗎 然後 Wish還有看嗎 然後線星在說什麼 吹頭髮 好 好啊 我先看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 你去看的時候 人有很多嗎 小美人魚嗎 就是 對對對戲院的人 有很多 有啊還是蠻多的 我看還是蠻多的 都是帶小孩子的那種 大人這樣子 對啊 都是家庭的啊 嗯 畢竟呢還是主打迪士尼嘛 其實台灣的觀眾 應該說台灣的家長其實不會 不會去參與到這種 電影迷的時事 的關係吧 政治長覺得一點 不在意就對了 嗯 對啊 就跟你們稍早在DC 好像聊什麼 中文版配音什麼的 那其實 長輩們其實不會管這些 那就是 喔有迪士尼的片 帶去跟小朋友一起看 就度過一個週末了 所以就是 這個都是很好解決的問題 這樣子 因為我蠻好奇 客群有哪些 都家庭 嗯 家庭吧 好 好吧 我就開始講吧 嗯 畢竟我是一個 我真的是一張白紙 我我發現我最近看電影 很喜歡空著一張白紙進去看 我完全對小美人魚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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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印象跟觀念 畢竟 他就是一部老 比較 舊的動畫片 然後 我小時候也不可能 畢竟我是個臭子 我也不會突然去找小美人魚來看 然後說自己多名小美人魚之類的 對 所以我就是一張白紙進去看 我本來就 對 是不是黑人眼 我都無所謂 然後 可是我真的有點反感 反而是 快上映的那幾個禮拜 就是大家真的吵得太兇了 然後批評他的長相 我就覺得 我來看一部迪士尼的片 會 就是看迪士尼的片 就是一種奇幻的享受 奇幻童話的享受 我覺得迪士尼應該要好好考慮這點 就是你把一些時下的言論拿來做宣傳 像剛剛那個宣傳稿也都已經在講時下的事情 我覺得 多少對觀眾來講是一種負擔的 就是你看這部童話電影 你必須要想到現實正在發生的一些言論 我覺得多少都會覺得有點反感 可是一直到上映的時候 上映的時候我發現 身邊或者是這個群組 都沒有人在討論這部 我覺得 我身為一張白紙 我還是要來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一部片 對 然後我必須說 我開門店跟他講 我覺得這個導演 真的把他當成神鬼奇行在拍了 因為他劇中第一幕 我真的沒看過原版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原版的畫面比例是怎麼樣 反正第一幕就是做一群魚在那邊游來游去 然後放著優美的音樂 然後突然一直 然後那個音樂還嚇得很大聲 然後就有點像恐怖片的Junge Game 我就被嚇到 我想說靠靠靠我在看鬼片 然後就 就畫面就帶到王子 然後就是說 他是個心力善良的王子 然後就是 阻止了水手 不要去那邊打 打獵 打到海底的生物 所以這個時候鏡頭 這戲沒有 這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當然沒有 電影一開始是演王子 對 然後反正 大家一直期待著 第一隻美人魚的出現 反而是一隻 亞洲面孔的美人魚在那邊 突然游回去那個海域 然後就 游回那個什麼 他們的海底王國 那個海底王國超 超簡陋的 就集飯三胡椒 然後就跟他的父母講說 上面有人在打撈了 然後什麼的之類的 然後就才帶到說 為什麼艾莉兒沒來開會什麼的 然後才正式介紹到小美人 可是我覺得他的 我必須說 女主角的那個設計的那個人魚樣子 確實有點詭異 反而那幾隻姐妹 的那種設計 比較有漸層感 就不會有那種詭異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就是 他的人 人生跟餘生是 有漸層的 就是有靈片跟什麼文物 起上來的 變成一套服裝的 我就覺得那個蠻漂亮的 不管他是什麼黑人 亞洲人來演 我覺得都蠻漂亮的 反而就是 那個什麼哈維巴登的海王啊 跟女主角就是 整部片最詭異的兩隻人魚吧 因為 哈維巴登就是 就是 也是人生 人生魚 你就感覺起來 穿了一件褲子的意思嗎 是啊 也不是 也就是一條很 其實有點像蛇精的 不像魚的 我覺得 因為他那個 魚的尾巴太細長了 應該要再做粗一點啊 不然他人生 然後 這樣應該比較有物理 比較自然的樣子 我覺得 嗯 因為 因為我一直記得有幾幕 真的蠻恐怖的 就是 只要 演一些 演一些特寫鏡頭 Focus在臉 的戲 我都覺得蠻好看的啊 可是只要 一帶到全身的 然後他們講沒幾句話 就突然抖一下 我就覺得 那畫面有點蠢 很像那個什麼 邦愛佛列克的名模大間諜 那種 那種樣子 蛤 蠻恐怖的 你指的是那個班史提勒的嗎 對 對 班史提勒的 你說那個阿Vida那個嗎 對 對 雲謀大經典 真的蠻恐怖的 對 對 尤其是我記得有螢幕 還是女主角在高歌 說什麼 我想要有一雙腿啊 然後就 突然那個畫面就 就 帶到他 他整個人在那邊 搗洞在那邊 啊 然後 那個畫面很像恐怖片 就 很像他說 啊我有一雙 魚的尾巴這樣子 蠻恐怖的 對 而且整個畫面都很昏暗 暗明蛇牛的 真的 有點看 看不懂是怎麼回事 嗯 所以就 就一下就是海底生物會突然 串過來 我覺得導演應該是故意想要做那種 迪士尼動畫片那種 逗趣感吧 就是 像是一隻小捕鱗烏魚 砰砰的衝過來 嗯 然後可能爆炸之類的 那種 呃 那種感覺吧 可是 真人版就是有點黑黑暗暗的 然後突然 呃 然後就被嚇到 或者一隻海鴻突然衝下來 又被嚇到這樣子 嗯 反正 這部片也是 也是一直被嚇到就對了 嗯 然後 我想一下有什麼比較特別 我覺得整部片最亮的地方就是 那個什麼 賽霸斯丁的那個 那首歌應該也是經典歌曲吧 就什麼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對對對 那 那個是最 最亮的一個 歌舞長 嗯 對對對 我好像也是有人反映說 裡面的魚真的都太 你真的有點 有點恐怖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 整部片最亮的地方就是那邊了 我 已經 不計較什麼了 嗯 然後 嗯 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我想一下 嗯 而且一直到 女主角上岸 已經長腿上岸了 我都覺得畫面還是很昏暗的 那個我 我記得有第一場戲就是他們被 欸 女主角被抓回去 王 類似王子的莊園的時候 然後 因為他那個時候不能講話了嘛 然後就是 只能 欸 欸 跟王子關在一個 好 你就好像去找一個王子的收藏間 然後在那邊把王子的收藏物 然後王子又突然走進來 然後 那個 就是他們想要調情就對了 可是那個畫面真的 黑到有點像是那種 銀翼殺手的那種 嗯 踩光就對了 嗯 就暗明夢的 很像在 在 迅 迅暗啊 偵查什麼事情 哈哈哈哈 怎麼會是 哦 對 對 真的很像銀翼殺手的 這奇怪 那是黑色電影耶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一部童話片 為什麼要拍得這麼暗 不懂 嗯 然後還有什麼 嗯 然後 我覺得女主角演技真的也不怎麼好 就 除了歌聲好聽 他 因為他後面整段戲就是他不能講話嘛 所以就是只能靠表情 我覺得他的表情有點呆呆的 然後 就是有幾幕我都會覺得 好像是一個黑奴準備 被王子再去上班之類 因為王子就是一個白富帥的人啊 可能就 就駕著馬車帶他去 要去什麼棉花田之類的 嗯 就 蠻奇怪的感覺的 嗯 嗯 可是我覺得他整體 欸 就是 啊 就是 就太呆了 因為我後來有稍微看了一下小美人魚的片段 卡通的人物 的臉是會在那邊 古靈驚怪的 還蠻可愛的 可是 這個女生就是呆呆的樣子 對 你說 這個版本的艾莉爾嗎 嗯 對對 好呆好呆 而且我覺得那個造型也不好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是跟女主角有仇嗎 可是本來的角色也是好呆好呆的 聽說那個髒片的造型很貴 聽說要花了四百萬美金 對耶 我想說 四百萬美金 就是 可是之前也有水行俠啊 水 水行俠 我朋友說 我朋友說怎麼那個水行俠反而比較好看 比較夢幻 就是 對啊 為什麼 是很狂的 是那種 黃金弓箭 結果居然是沒有的 因為水行俠的頭髮 也沒有打髒辯啊 還是金毛啊 水裡都算得很黑是不是啊 他們是透光前面要太嚴重了吧 他們的水都很黑 他們應該是故意要轉換風格的啊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那個是錢的問題 就是預算的問題 你看 做得很好就是水之道嘛 晾成那個樣子 就十幾年都在算水啊 對 對 我們知道水行俠的水是怎麼回事 採光的問題啊 因為採光的話是連暗散的 你要擬真水 你要擬真水用3D去算的話 會算到天荒地老 那是一個3D的一個產生 我覺得不是特效的問題 因為我說的採光問題是包含 連這部戲的陸地場景 都是很暗明就對了 就這已經不是特效的問題了 對 然後我覺得 髒辯的問題還有一個點就是 畢竟他是黑人嘛 然後畢竟你如果讓他留指法 就真的少了一點特色吧 我覺得留髒辯是有加分的效果 不然他會整個人看起來更 更路人臉一點 對 我覺得是有效果的 對 只不過就是有些造型就是很 很很很很很俗啦 就是像他上岸 給他穿了一套全藍的洋裝 就沒有沒有漸層 就感覺很很慫 慫就對了 對 真的很像要去上班的母人的感覺 對 沒有那個劇照我是有看到 那感覺起來的確是 很像那個南北戰爭的衣服啊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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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實際上他是反黑 他故意拍這間電影黑黑的 應該沒有這種心機啦 對 好吧 而且真的 這個版章片是有加分 因為我最後看的那場戲就是 他們 他們就是最後王子跟公主終於結婚了嘛 然後就是滑著小船 要準備要去度蜜月了 然後 就 一開始是 轉過頭來 是看到那個 海丸浮上來 浮上來 那浮上來就是 頭髮都是沒下去的狀態 就看起來很像一個水鬼在後面 跟我say hello 然後 你說他頭髮看頭看明的意思 是吧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 張片是有加分的 然後最後轉過去 一群人魚也都跟著浮上來 那個畫面真的有點 很像邪教 就 目送他微笑然後走掉這樣子 就 蠻恐怖的 對 就 你可能是金門吧 怎麼拍起來反正像恐怖片 蛤 什麼 按照你的說法 對啊 真的有幾幕蠻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 前陣子會有人拿什麼鬼出櫃的海報 然後有螢幕是那個小美人 那個色調就真的按明崩啊 所以配鬼片真的蠻適合的 對 我覺得他真的 我是覺得他們真的故意把彩光打黑啦 就是想說要轉換風格吧 不然像上次阿拉丁也是好端端的 就沒事啊 我覺得他們是故意想要換風格 對 不過我覺得我看到後面還是有一些精彩的地方 就像是巫蘇啦 最後變成一隻大海怪 那個畫面很 還是蠻爽的 我其實把它當成怪獸片在看的 因為他突然在海裡那邊 然後小美人魚啊 要跑上一艘船 然後架著那艘船 然後去撞那個巫蘇啦 那個蠻刺激的 對 很像看怪獸編 或者是看什麼 戰神好像某一代就打海王 那種 很帥 很帥 一代的樣子吧 一個小人應該去跟他幹這樣子 ES2的一代 我記得一開始就打海怪 沒有 三代的話是打波曬東 那算海怪嗎 波曬東就海神啊 所以你基本上是殺的是神 一代是打海蛇 那真的是經典的海怪 二代是打那個石像 那個阿波羅斯像 沒有 沒有 我記得 我記得 有點小小模糊 就是小美人魚的那個 原版最後擊敗巫蘇阿樂 我記得好像是 並不是小美人魚 也是那個什麼 是 欸 記得是那個王子阿 對 我怎麼記得是亞歷克王子 我記得是 我最多我有記得 我記得是那個 王子開船 然後用那個 船 直接抽象 對啊 因為因為 好可憐 不是 因為 你在原來的動畫版本裡面 王子 的 王子最喜歡做的事情 是跟隨手一起出海 所以 開船才是他的 開船才是他的特殊能力阿 對不對 小美人魚不會開船阿 不是嗎 對啊 小美人魚是魚阿 他怎麼會開船 他怎麼會了解 舵的那個原理 真的會開船的是 亞歷克王子的那個 特殊能力阿 原版 原版是用船 船把那個 那隻章魚還是什麼 他是 對啊 用撞腳去撞他 對啊 這就是那個特殊魯阿 我記得那個特殊魯 唯一被打倒一次就是 被船撞死 巫蘇 巫蘇到最後就是 他們基本上是 有一點那個什麼 王子這邊 跟那個什麼 因為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應該是 喔 海王阿 他 他那個時候 把自己的能力給了巫蘇拉 所以巫蘇拉 才能那麼厲害 對不對 因為他是想要救艾莉爾阿 所以 就 就把自己的能力 那個時候給了他 然後他就變成萎縮成那個什麼 萎縮成一個小小隻的那種 這樣子 然後那個 這個時候 小美人魚又回到變成 他那時候也是沒有腳的狀態阿 他又變回人魚了 所以變成是王子跟 艾莉爾兩個人要想辦法去擊敗巫蘇拉 然後讓這一屆違規正常阿 我記得本來的動畫 這樣 電影的畫面那邊也蠻 蠻像恐怖片的 因為 小美人魚就沒有 沒有腿了 用 只能這樣爬著 爬著在床上開床 然後最近好像剛好也有一張惡稿圖 就是說 就是他爬著然後配鬼片的那種 喔 我有看到那一幕 沒有 所以這有點硬改 小美人魚不應該會開船吧 真的沒有邏輯阿 那一幕確實蠻詭異的 因為他就 還是前面有一段是有那個什麼 還是有解釋性劇情 那個亞力克王子有教他去航海 有沒有教他航海 沒有 那他怎麼會懂 怎麼會懂 還是 糟糕了 突然就很糾結這一點 你知道 我朋友這天還在跟我講說 你怎麼那麼 怎麼那麼龜 我說 可是我們這些人 有時候看電影的時候 就是會在意這種事阿 就是那個什麼 像前一陣子我在看那個 那個什麼 萬獸崛起 我也在問這個問題阿 為什麼萬獸崛起的那個什麼 的金剛 這終於出現了金剛 那個 為什麼他在本來的星球上 也是金剛的樣子 那個星球 有地球的動物嗎 為什麼他一開始長得像金剛 還有一堆像 長得像豹阿 長得像那個老鷹阿 對啊 怎麼 他們不是 在第一集不是那個什麼 柯伯文他們本來也不是長得像 長得像 車子阿 他們是到了地球以後才偽裝成車子阿 怎麼那個金剛在自己的星球裡面 就已經金剛了 這個我覺得我不太能 不太能接受阿 怎麼想都覺得很怪 沒有一個合理解釋阿 對啊 那那邊有網路阿 可能每天都在滑 不是他為什麼要變那個 沒有理由 還是他自己本身就 很著迷於金剛的樣子 所以他決定讓自己成為金剛 也都沒有講 對不對 而且金剛的爸爸也是金剛喔 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欸 怎麼會 怎麼會 我就不能理解 怎麼想都覺得這有點奇怪 你知道 好 對 好吧 你看這就是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還沒有到 吉米這麼 瘋狂的設定 但是我的腦袋裡面會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隱隱約約 就讓我覺得不合邏輯 我一直在想 的那種感覺 知道 好吧 Alright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我很害怕 就是 因為那隻小 那是比目很擬真 擬真到 有的時候可能 好 我覺得他應該只是想呈現說 跟動畫版就可以這樣 揉揉抱抱吧 可是 因為他真人版就是這麼一小隻 然後他就只能 牽著他兩個 離奇的樣子 然後就在那邊歌唱跳舞 我很怕把他扯斷 就 很恐怖欸 那個畫面是 為什麼那個畫面會讓你 我一直想吐槽那個 筆木魚啊 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翻譯問題 因為 真正的筆木魚是那個 黃帝魚 是趴在地上的梗 趴在海底的梗 筆木魚不是那個 兩隻眼睛都長在一邊的那種 對對對 那個才是筆木魚 我想說 我本來以為想說 小筆木魚他叫小筆木魚 我想說是不是長大會拍在地上啊 好像不是欸 就是單純的 是翻譯問題 還是他只是 取名叫筆木魚這樣而已 好吧 我現在想要把這個問題 我想要把這個問題 放到粉專上問人一下 小美人與真人版的艾莉爾 為什麼最後會開船 那不是 那不是王子的技能嗎 沒有 如果他說海象他很懂的話 我就可以接受 因為他畢竟活在海裡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 可是他會開船啊 對他怎麼會知道 轉那個東西的能力呢 你會開船嗎 那個很難欸 那個很難 那個超難的 可是如果真的 真的硬要講的話 就是 因為他每次都會 浮上岸 偷偷的看 他們隨手在幹嘛 可能多少有學 你這樣就學會喔 你從外面看你就會 那那個什麼 那個 異國海軍會把你打死啊 他們學那麼多年 然後才有這個技術 然後你這樣子弄就會了 哦 在原作那不是 原作那不是王子的技能嗎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 上岸之後 也沒有 也沒有學習啊 也沒有學開船啊 那我覺得就是很印象 展現女子力而已啊 對啊 那就是說你覺得你可以 但是你完全忽略你沒有學過這件事喔 你至少 你要讓他可以開 你至少前面有解釋性劇情嘛 對不對 這個之前我也有那個 也常在看那個 王者天下的時候 我也很 也是很在那邊賭藍啊 你們有人看過王者天下嗎 你說 雷利史考特的王者天下 就是那個 奧蘭多布魯說 演的那個 貝里席公爵還是什麼 我忘記他名字了 就是 就那個主角 他本身的故事設定 他本來在歐洲是當鐵匠的 他怎麼 那個什麼 後來決定要去當騎士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 怎麼突然間會鎖成 那怎麼突然間 他那個什麼 知道要怎麼樣鎖成 然後也知道要做什麼工具 你全面都沒講啊 所以那個什麼 你本來就只會打鐵 你應該要告訴我 你的戰績如何學會的嘛 然後中間有一幕 那個什麼 也有一幕 是連了妮神他的爸爸說 要教他 才教一兩下 他爸爸就 就突然間被別人攻擊死了 所以 這種感覺又讓我覺得 那種感覺會讓我覺得 那是劇情連貫的問題 你知道 你沒有 沒有說服我 也沒有讓我相信他擁有這個技能 你今天覺得你是 你就是 這個我不能接受啊 因為在我心目中 這件是專業技能啊 不是我隨便講一講 不管的話 你前面有一個說 這東西很簡單 你只要跟我說什麼什麼就可以 像那個 三一萬能俠 你知道 蓋特 蓋特的那個什麼 OVA裡面 還特別有一段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招數 是要用吼的 你吼得越大聲 那個什麼 這個招數才會死出來 我突然間覺得 那你有告訴我這個機器 這個機器人的那個什麼 的招數是怎麼用出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要喊 蓋特光束 然後那個機器人就會用 當然 我知道這個設定很糊爛 但是你前面至少有講啊 對不對 有講我就可接受 你不要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跟我說 他突然間就會 這個我就不能接受 或者是你要 你前面還要持一個 超能力設定說 我這個人看到什麼 一眼就會了 比如說像福爾摩斯那種的啊 對不對 前面就那個時候 有一個他在念書 他飽讀詩書 然後接下來他為什麼 好像就 就感覺起來是合理的啊 怎麼前面很笨 那個什麼 是個出演的春夫 下一眼就變成萬能的人 跳太快 你知道嗎 對 好吧 對 還有嗎 回到小美的女 我覺得這女主角真的唱歌 蠻好聽的 就是 其實 好像有一首是新歌吧 我就 就唱那種 很像那種 迪士尼公主 欸我發現迪士尼公主 唱的第一次的那種歌 都蠻好聽的 就是什麼 初見什麼 人啊 或者出去外面啊 就是什麼 first time啊 那種第一次的感覺都蠻好 都是蠻 讓人家 膨難心動 那種感覺 真的是少女 所以是光聽音樂是可以的 對對 欸沒有 聽音樂可以 對 就畫面會突然 因為畫面不好的時候 把眼鏡拿掉就看不到我 就聽歌就好了 欸也不要啊 浪費錢看嗎 沒有 我覺得那個什麼 他小美人魚的音樂好 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他 他 我當年其實也是因為音樂而喜歡 那部片 對 對 他有幾幕還是蠻 蠻澎湃 然後蠻讓人家心動 可是就是 畫面有的時候 又突然變成鬼片 我就覺得很 很 很野小 就對了 真的真的 很多東西都串出來了 什麼 他要去找巫蘇拉 找巫婆的時候 那個 巫蘇拉的那個觸手 就突然 啾 就突然串出來 靠腰 然後我幹嘛嚇我 就很優勢 就 他真的把他當神鬼奇漢再拍 因為我看了一下 那個導演真的有倒神鬼奇漢吧 幽靈海 可能就走這種 對對對 可能就走這個風格 他就走第四集那個啊 所以只要說他第四集的美人魚 那個 都比這邊的美人魚漂亮啊 就是功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因為而且在幽靈海裡面 對 美人海 可是幽靈海裡面的美人魚 最後也沒幹嘛 他好像把那個 有一個船員 對 對 他就是愛上了那個 他就是愛上了人魚啊 所以他最後 跳下水 然後人魚把他帶走 但是我就覺得這部片裡面 人魚好像也 只是一個背景 就是沒有 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會吃人就是了 然後會那個 然後發出聲音 會魅惑別人 對 順便一提 Wish你剛剛講說 他那個 這次女主角唱歌好聽 他當然好聽啊 他的本質是 他的本質是歌手啊 他不是演員啊 他老闆還是Beyonce欸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 也是蠻漂亮的 而且身材很好 雖然眼睛的距離很大 眼距我覺得也還好啊 我也認識蠻多 眼距大的 然後很漂亮的美女 我覺得 欸 他的腿很漂亮 腿空了一定要去看 他一變 變成人 你都說沒腿 對 不是他有變成 他有 他有變 他變擁有腿的時候 對 對對對 就 還特寫他穿 脈色的 美腿 我覺得還蠻正的啊 就 沒有大家想要怎麼知道 你看人是看腿 可力學高 觸納沒看過嗎 沒有啊 沒去看啊 所以我剛剛才 聽到他講說 艾莉也會開船 我超驚訝的啊 欸不對啊 他怎麼會開船 這不 這突然間違反他人設啊 什麼 好吧 alright 好啦 飛鮮精子好了嗎 飛鮮精 頭髮乾了沒 對 就在等著你了 就在等著你了 好 我來簡單講一下 蕭美人魚 蕭美人魚 那個 我其實 我現在想要討論的 比較 想要盡可能討論 很純粹故事本身的問題 是其他的那個什麼 人身攻擊啊 還有一些批判 我覺得 大家都已經講很多了 然後或者是 我覺得那個 政治正確問題 可以到 最後的時候 大家在一起討論 這樣我會想要完全是 針對於故事上面去做 評斷這樣 那 呃 因為我其實 那一天我在看的時候 那個電影院的人蠻少的 所以我也是蠻好奇說 每個人去看的狀況是什麼 我那一天 呃 那一比如說 那一個影廳大概有 200多個位置 但是去看的 好像也才只有 二三十人 就是 其實空了一大片 我算是等他 上映的隔天 就直接去看 在台中看 你知道嗎 禮拜五嗎 對 這蠻有趣的 那個 WISH 這蠻有趣的 因為WISH 是高雄的特派員 你是看高雄長的 然後 很多人看的 而且我是看第一場 喔 第一場 台中這邊 那台中這邊 就不一樣 台中這邊 插嘴一下 插嘴問一下 我想先知道 你舊版的 動畫你看過嗎 因為你說想討論故事性的嗎 那你舊版的 迪斯尼的那個 你看過嗎 我有 可是我幾乎是忘了差不多了 就是只有既定的印象 好 了解 然後 因為那時候可能 我覺得就像 WISH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那個他上映前幾天 或前一個禮拜 那個 那時候大家都已經罵得太兇了 這樣 但說實在 我覺得我們自己人 在跟 私底下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還是會開很多的地獄感 可能會講一些 很難聽的一些 就是其實私底下聊天 還是會講 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還是得放下這些 痕見 你才有辦法好好的去看 一部電影這樣子 但是 就算要把女主角的 問題完全撇除的話 我還是覺得 這部片的問題實在是蠻大的 就是有很多 看完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槽點 這個故事其實蠻簡單的 他 一開始的時候 我光一開始就會想要 靠北一下 就是我一直很期待 小美人魚登場的畫面 我想說 他開場有一個很帥的視覺效果 就是海王從那個 海裡面出現 然後開會的時候 哇 其他美人魚就跟著出現 然後有一個非常帥氣的視覺 然後 可是那個時候 女主角 他不在現場開會 對 就是 你會看到其他美人魚出現 但就唯獨艾莉兒沒有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太 太誇張了吧 就是怎麼 原來不只艾莉兒是黑人 就是連其他的小美人魚 就是 有幾條也都是黑的 然後或者是 會有那種很 爆炸頭啊 就是 非常 明顯風格的那 我聽說是同一個母親生動 就是其實非常 非常黑人的風格 造型在裡面 我想說天哪 就是為什麼要政治到這個程度 原來不只艾莉兒 就是其他 那些美人魚有幾條也都是黑的 然後我那每一個美人魚 我都看過一遍 然後我一直在看說哪一個美人魚最漂亮 結果其實就還是那幾條白人的美人魚 真的是最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 亞洲人啊 對啊 我就覺得 其實應該沒有必要這個樣子嘛 就是他 好像就一直在跟你強調說 我們這部片其實是非常 尊重多元文化的 我原本以為啦 我原本以為那個 因為他是海王嘛 所以他可能 是國王有後宮三天佳麗啊 有各個 地區來的人魚啊 當他的妃子啊 可是後來我聽說 是同一隻母后生的 我就 不能接受了 所以說他 那個那隻母后到底是怎麼搞成那樣子的 他的基因是怎麼回事 電影其實沒講那麼多耶 沒人設計那麼多 聽說好像只有一個老婆也 聽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看 這個老婆是七彩的嗎 那個什麼 什麼配色 所以我想說 如果他有很多老婆 他有很多 比如說 他有一個 黑人 然後專門算黑的人魚 然後有一隻 亞洲人魚 專門算亞洲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啊 反正他是海王嘛 反正那邊種族很多啊 你會看到說 好像有亞裔的膚色 有黑人的膚色 有白人的膚色 然後 黃種人的 就是很多人啦 但看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開始先出戲了 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 那個 我還想要講就是說 他們那個整個皇宮 就是海底的那個皇宮 實在是 太寒酸了 就有點像是 如果比喻成陸地的話 你會覺得 第二個說那邊很寒酸的耶 那個 跟WISH是異口同聲的說 那邊很寒酸 看起來那邊 很簡陋 是不是 那個問題啊 幾塊石頭放在那邊 那個 那個 納摩的好像也是有同樣的問題 那個 納摩啊 因為比喻成陸地的話 正常的皇宮 可能就是有 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但你可以想像 他們其實是在一個 三合院裡面開會這樣 三合院 怎麼突然間變那麼像土 怎麼 很多石頭也很老舊了 對 你知道嗎 我想說皇宮 根本就不像皇宮 然後 然後 後來我一直在想說 那小美人魚什麼時候登場 後來是你會看到愛麗兒她 看到說人類 就是前面的時候 她不小心掉了一個望遠鏡 然後掉到海裡面 然後 愛麗兒她會去撿人類 是掉下來的東西 然後就慢慢的浮現在畫面裡面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愛麗兒的登場 會這麼隨便啊 可是我完全沒有那種覺得說 哇 小美人魚出現的感覺 可是 導演卻給前面 飛主角的那些所有配角 有一個非常華麗的登場 但是 愛麗兒的出現是非常隨便 然後 艾麗兒她的 這個個性設定很簡單啊 就是 她其實認為人類跟她爸爸講的是不一樣 她 她覺得人類都很有愛 然後 然後 人類其實沒有像爸爸講的那麼壞這樣子 因為她的爸爸會一直跟 跟她講說 艾麗兒我不准你 去靠近人類的領域 因為人類很危險 可是 我前面其實覺得比較沒有說服力的是 我不太了解為什麼 艾麗兒她會那麼 愛人類 就是她會覺得人類 是一個這麼 無害的一個生物 就是她會一直跟她爸爸頂嘴說 其實我並不認為 人類有你講的那麼壞 然後我也很想要去看看人類的那些領域這樣子 但是 她唯一有給出的解釋 就只是講說 喔 艾麗兒她其實 她常常在撿那些人類的東西 她會發現那些東西都太藝術了 然後 艾麗兒會認為說 會發明出這些東西的 生物 絕對不會是什麼壞人這樣 然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 你前面也沒有讓我看到 好像 有誰 有哪一個人類有對艾麗兒很好 或是救了艾麗兒 或是幫了她一個忙 就是其實都沒有 她原本的設定就是 艾麗兒她對人類 是沒有任何戒心的 然後她也覺得人類是好的 然後 她還有給艾麗兒一個設定是說 艾麗兒她有一個很強烈的好奇心 就是 人類 比如說 有一艘 她開頭有一個小小的戰爭場面 然後 可能有幾艘船被 打下來之後 整艘船會沉到海裡面 然後艾麗兒就會游過去 然後開始去搜索說 欸 就是人類掉下來的什麼東西 然後她會有一種好奇心 就是她什麼都會想摸一下 好像很經典的畫面就是 她會去拿那個人類的叉子 然後 那時候就在跟筆木魚對話說 欸這個叉子是幹嘛的 然後她說 喔 這個叉子是來梳頭髮的 可是 當她做出那個 魔法要梳頭髮的動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除夕 是因為 艾麗兒的她髮質 視覺上看起來 看起來 髮質實在是太差了 嗯 哈哈哈 因為是髒辯的關係 好吧 對 髒辯好像不太好 梳頭是真的 是的 那些人的頭髮感覺都不好輸啊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要在裡面也出這個意向超反差的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先強調一下 就是我接下來講的所有的 那個評論全部都不是在做人身攻擊 我只是在表達說我當下 你看有這部片多麼淒慘 我們想要討論她的內容 然後都會說我沒有人身攻擊 真是 我只是想要表達我當下感受而已 我還是得強調這一點 我不想要針對她 因為就像是我看到她髮質 我當下感覺就只覺得她髮質很不好 這只是 當下的感受而已 對 不是說針對這個女主角這樣子 嗯 然後後來他們 發生的第一次事件是說 喔 那個 小美人魚她又不聽爸爸的話 然後她又浮出海面想要去看人類在幹嘛 然後有一次她就看到男主角那一艘船 然後男主角她是一個王子 那 其實這個王子的設定啊 她 跟艾莉兒也是同一種人 因為她爸爸會 呃 艾莉兒的爸爸會一直限制她說 你不准去 靠近人類 然後王子的 那邊的立場是說 喔 她的家人 都會一直告訴她說 你必須 怎麼樣 你必須維持王子的形象 你之後才能繼承國王的位子 你必須這樣 你必須那樣 嗯 就是她跟 艾莉兒同樣的情況就是 他們都是一直被約束的 然後 王子同樣 她也不想要一直 去 被自己的家人做這麼多約束 她很想要自由 這樣子 然後 其實那時候畫面就有在暗示說 喔 可能小美人魚看到王子的時候 對她可能有 一見鍾情的感覺 這個 可能每個人對畫面解讀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她 可能導演想要傳達那個資訊多少 是想要告訴你說 艾莉兒看到王子的時候 多少是有一些情愫在 嗯 對 然後她會看到王子跟 船面上那些互動 但是 那一天發生的事情是說 突然有來一場很嚴重的暴風雨 然後那個暴風雨嚴重到就是 把王子的那整艘船全部都摧毀了 嗯 那整艘船 被炸掉之後啊 不是炸掉 被爆風雨摧毀之後 被炸掉 然後幹 突然是看別不變 我太小了吧 我太小了吧 好 她被爆風雨摧毀之後 有一條很可愛的狗 突然遇難 然後 你會看到小美人魚有一個動作是 因為她主動去救了那隻狗 然後 後來她救了那隻狗之後 她發現王子也遇難 所以她也去救了王子 嗯 她那時候 這整件災難事情過去之後 隔天早上你會看到 然後艾莉爾她已經把王子送上岸邊 就讓 男主角擱淺在岸邊這樣子 然後那邊有一個鏡頭實在是 非常有趣 就是 王子有一個畫面啊 是 她因為昏過去了 然後小美人魚 她可能也不 不知道怎麼做CPR 就是 在她的腦袋裡面不會有CPR的 那個嘗試在裡面 所以她 把男主角弄醒的方式就是一直推她 一直推她胸口 這樣 還有一直橫割啊 對 然後一直橫割 然後推她 然後 推到最後 男主角她 她就把所有的水 吐出來 然後慢慢有點快要醒來的樣子 這邊有一個很 好吧 算了 這個不想要去批判 你知道嗎 對 因為她的確不太可能學會 如何救人 我那時候在想的時候突然間思考合理性 因為魚人 就沒有呼吸的能力 那她其實應該也不知道對方的肺 需要 出那個什麼 需要呼吸什麼 但是我覺得後來就越想越覺得算了 那個 我不想要思考童話電 電影裡面的這個合理性 慘了 所以我覺得編劇她有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她很清楚知道說小美人魚不可能會有CPR的概念在她腦海裡 所以她叫醒王子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一直推她 然後跟唱歌 就這樣 然後 那時候王子醒來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畫面就是 那個突然變成第一視角 然後 畫面突然變得很模糊 然後感覺好像王子快要張開眼睛 好像 看到模糊的艾莉兒這樣子 可是你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你會很不經意的想說 三豬腳 如果看到 艾莉兒的樣子 她當下到底會有什麼反應 就是她 她會被嚇一跳嗎 還是說她會 有一見鍾情的 感覺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你們會看到 艾莉兒她 她發現有一群人類過來 然後她為了要躲避人類 她就 躲在石頭的後面 然後這個畫面 我之後跟我所有的朋友討論 他們都覺得那個畫面 很搞笑 就是你想像艾莉兒她躲在石頭的時候 她是 很用力抓著石頭 然後 慢慢的往右邊移動 不知道你們想到那個畫面 然後接下來她就進入到一個 高麗芒手槍獵豹還是什麼 就是那個畫面我覺得很詭異啊 就是 抓著石頭的往右邊移動這樣子 然後 後來 她就開始突然進入了一個歌舞劇的場面 她就開始很大聲的唱歌 這樣 我這邊有點不想討論那個邏輯性的問題 因為歌舞劇就算了 因為劇都是突然間就唱幾歌來啊 是不是 我想要講的是說 當下導演她傳達給你的資訊是 艾莉兒她正在躲避人類 她不想被人類發現 但是她卻又在那邊 很大聲的唱歌 然後唱得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唱得很大聲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她是不會怕被發現嗎 所以這個畫面到底是她想要被發現還是不想要被發現 你是你的故事在唱歌時間是無敵的 可是那邊蠻澎湃的啊 沒有沒有沒有在 欸 好這邊因為你們都忘記了原作 對 原作那一段事實上是已經被救走了 然後才唱的 嗯 原作是被救走了 阿拉丁也有類似的東西啊 就是唱歌時間是那個無敵的 我記得那邊就是經典的畫面啊 就是你主角有高歌 然後一個暗打在那邊 然後這時候浪會起來啊 因為她那個時候要 那邊蠻澎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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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對對對 我記得啊 因為那首歌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 對 所以 很澎湃 那邊是 那裡有一個很經典的畫面 是有還原原作啊 就是海浪打在那個 石頭上面的時候 然後我想要順便聊一下 就是這部片 她在 歌舞片的 部分 就是 大家一直說 愛麗兒唱歌很好聽 唱的很好聽 我是不否認啊 的確她唱的是蠻好聽的 但是 其實我真的不認為說 那個好聽的程度是好聽到 可以讓你一直再三回味的 程度 或者是說好聽到 裡面有哪一首可以唱到你心看裡 或是 印象深刻 容我問一下 唱的時候 你有被她唱到 感動嗎 就是 心動之類的 我只有覺得好聽 但沒有覺得感動 我會這麼問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音樂劇啊 很吃這個 你知道 因為 好聽 跟她唱得讓你 那個叫什麼 蕩器回廠 不是同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像那個什麼 比如 你 像修傑克曼不是有 大余樂家嗎 不是 他之前還有另外一部叫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呢 我要說句老實話 我一直都覺得 修傑克曼唱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聽過舞台劇版 所以我沒有看過舞台劇 的錄影的版本 因為我每次聽都是 永遠都是聽那個 十周年版那種 你知道 就是現場站在這邊 唱一首歌這樣子 可是那種 唱的那個 感覺是有辦法 光是用唱 讓你就覺得 哇靠你被電到了 那種感覺喔 這部片完全沒有 對 因為 當年悲慘世界裡面 有一段 是他遇到了那個 那個神父 對 那個什麼 上萬強遇到神父 那個神 那個神父的演唱者 就是本來舞台劇版本的上萬強 然後那個 你可以再回去找來聽 你就可以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 那個神父一唱 他有唱出那種 他的那個情緒是在裡頭的 我覺得歌舞劇 音樂劇啊 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 其實 技巧 本身是一個難度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唱到這麼高 或者是你的轉音有沒有到 對 那個是技巧 但是呢 你有沒有唱出感情 你知道嗎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曾經在 台灣的那個音樂劇裡面 那個 叫什麼 阿嬤的夢中情人的舞台劇版 我有去聽過現場版 然後現場版的 有一段是那個什麼 那個阿嬤的媽媽 爸爸唱 他唱我真的有在現場 他唱到我 眼淚流的出來 是 而且那種唱法是 他好像 在唱悲傷的事 然後那個 那個唱出來的音色本身帶有悲悲創的那種 感傷的那個情緒 進了裡頭 所以他當他這樣唱的時候 我忍不住心酸了 我被他帶動感情 然後我心酸 所以我後來 在聽音樂劇的原生帶 或者是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其實會在意這件事情 你唱得到某個 你可以唱高 唱低的都是 你的技術的起碼要求之類 不然你不能來了 你有沒有唱出那個感情 那 小美人魚的原版是有的 小美人魚的原版愛莉爾是 愛莉爾的 他是個公主啊 所以他的情緒 事實上是一個天真無邪 的女孩子 所以他應該是要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生的那種 對對外面的盼望什麼的 然後 而且他在唱的時候他的 愛莉爾給我的感覺是 他是個溫柔的女生 雖然他那個陽光然後他充滿好奇心但是 他是個溫柔的女生 那為什麼你要特別打斷你 因為我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去看但是 我有看過他唱歌 他的片段 然後我那時候的感覺是 你要說我挑剔也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版本的愛莉爾他 很在意他唱功的power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有感受到愛莉爾很溫柔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感受到那種天真的情感在裡頭 你知道 好吧 但我覺得這個我也想問一下其他有看過的人 因為我真的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就只是覺得他唱歌的好聽就 就只是好聽 僅死而已 就是 你並不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在 看電影的時候我很注重音樂 包括原聲帶好了 就是如果有好聽的音樂我一定會馬上記下來 然後回去 就是想要再找出來再聽一遍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覺得 愛莉爾他在這部片裡面的歌舞的 他所唱出來給我的那種感動 其實真的沒有到很強烈 其他人我不知道 像Wish你覺得呢 我反而跟你相反 我覺得他 是唱的蠻有帶入感的 可是就好像真的像醋哥講的 他可能 稍微是 我自己是沒聽過原版 可是確實他是比較有power 你們 可是有那個 但是沒有感動 你們有那個迪士尼plus嗎 那有啊 可是又一直吃吃 沒有沒有 有興趣去點來看 因為小美人魚大概只有75分鐘而已 馬上就看完了 對 你可以那個 可以去看一看 對 就當作聽歌也好 老實說就當作聽歌也好 對 因為我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比較容易帶來怎麼樣 我是覺得 他唱歌的部分 其實有一種 啊好啦 你趕快跟王子在一起啊 我 因為他那首歌就是想要 趕快的變人類 跟人類 跟人類王子在一起 就 有啊 有那種感覺到的 我是覺得有啦 然後包含我剛剛說的 有一首是新歌 是什麼 FIRST TIME第一次 就是他 變成人要去找王子 然後那個雀躍感也是有 也是有蠻可愛 蠻Cute的 我就覺得喔 好啦終於要見面了快一點 對 有被他打碰到 對 嗯 好 然後 可能我自己就覺得說 他就唱得還不錯 但是像初大講沒有 但是沒有到感動程度 我自己是這樣子 嗯 然後我想要順便聊一下歌舞劇啊 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並不是屬於那種 很愛看歌舞劇的 就是我不算是 歌舞劇的粉絲 但是 呃 我其實有在發現 會讓我覺得很好看的歌舞片啊 其實他們的那種 場面調度都很強 我現在有機會用這個詞 場面調度 場面調度 對 那那個 就比如說 喔 我沒有那麼喜歡看 歌舞劇但是我在看達米恩的那個 那個越來越愛你或者是巴比倫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哇他那個 真的可以 越唱歌你越聽然後越看下去 你會覺得好熱血喔 然後唱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心情很澎湃 嗯 然後我想過說為什麼他可以 就明明是唱歌 可是可以讓我這麼熱血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導演他們在 營造這種歌舞劇的場面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很精心設計那種 畫面的豐富度 嗯 就比如說喔好像 越來越愛你好了 他他可能不是在海底面嗎 他是他在陸地上 但是他的那些豐富的視覺有很多 比如說 喔有好幾套不同顏色的衣服 嗯 然後靠那些色彩 然後或者是 攝影機 他會一直大量的移動 然後你會看到有很多 不同的角色開始進入畫面 不同的角色離開畫面 然後又到了新的場景 又到新的場景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歌舞劇上面 可以讓我覺得看到很熱血 其實導演的場面調度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覺得小美人魚 他其實 呃 在場面調度這點 我覺得沒有做到很優秀 就是 反而讓我覺得 我真的最印象深刻的 那種畫面豐富度 是在賽巴斯丁唱的那一首 嗯 就是 他一邊在歌唱的時候 一邊帶出的那整個海底裡面的世界 我覺得那個視覺是非常的壯觀 嗯 對 但是其餘的 我都覺得 他的那種場面調度就是幾個而已 也不會說讓我看到 他一邊 帶著視覺一邊唱歌 然後我可以到很熱血的程度 我覺得想說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 艾莉兒他唱歌有唱到 很感動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那些其實視覺 蠻重要的 那 呃 像 他後面比較出來 我真的覺得特別出色 反而是烏蘇拉 嗯 但是 烏蘇拉他一出 登場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一首歌的 然後 我在看烏蘇拉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說哇他那邊的整個視覺上的安排 就真的還蠻到位 然後 他唱的也 也是好聽的 我可以很沉浸在烏蘇拉的那一場戲 其實說認真的 我覺得 這部電影烏蘇拉的氣場其實壓過 小美人魚蠻多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是在 歌舞劇的 部分 那因為我剛剛是講到說他把王子救到岸邊之後 接下來劇情是回到 他 他一回到海底然後馬上就是被他爸爸罵 然後他就講說 我已經跟你講過 你不能去靠近人類 為什麼你要再靠近人類 這樣子 那邊其實他們有一個衝突 是說 因為現在母女婦女兩人他們吵了起來 然後 爸爸一氣之下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就是這麼不聽我的話 所以 那時候海王他就直接拿著他的那個三叉機 然後 毀掉了所有的小美人魚的收藏 因為他收藏了很多有關於人類的 掉下來的東西 那些遺物 然後 那時候視覺效果是火焰 就是海王直接用三叉機 然後燒掉了 全部艾莉兒他對於人類那些收藏 然後之後 水中點火浪嗎 對對對 現在水中開炮 你現在想問這個 然後 後來那個艾莉兒因為他感到很難過之後 然後他就開始到處遊蕩 然後最後他跑到了烏蘇拉那裡 然後那時候烏蘇拉登場 我剛剛有講過啦 就是對他有一首歌 然後有一場很精彩的歌舞片段 然後唱完之後 那時候烏蘇拉就開始去 勾引小美人魚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實烏蘇拉動機也很簡單 因為他原本是屬於海王那邊 以前也是他們的一家人 他是海王的妹妹 他是小美人魚的姑姑 那他為了想要奪回 他爸爸的那個權利 所以他想要利用艾莉兒 打到他的這個目標 他想要獲得權利就對了 然後掌控 就是他們那整個家族這樣 他的目標是想要打敗海王 那時候烏蘇拉就想到一個辦法 是說 他發現 艾莉兒他其實有愛上 土地上的一個人類 然後他有這個背景 愛著 對對對 有啦 那時候烏蘇拉就是直接 其實他是用台詞講給觀眾聽的 就他講了很多他內心想幹嘛 他用台詞表達一遍 然後再用很詳細的告訴你說接下來他想要 對艾莉兒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就問艾莉兒說 我問你 你想不想要跟那個人類在一起 然後我可以給你一個魔法是 讓你長出雙腿 然後我可以讓你在三天的時間之內當一個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人類 你可以去接近 一個王子 然後 烏蘇拉開了一個條件是說 我可以讓你變成人類 但是 你必須要在三天之內 在那個太陽下山之前 你要獲得王子的真愛之吻 你才有辦法 再變回美人魚 不然你會永遠一輩子 變成人類 然後變 沒有辦法變回來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我不知道劇情有沒有改變 我不知道 但是烏蘇拉後來有多 有多一場戲是說 他偷偷加了一個咒語 就是 小美人魚 他會忘記 要在日落之前獲得真愛之吻這件事情 然後 他想要藉由這個方法 然後去操控艾莉兒這樣子 然後 他一講完之後 好 艾莉兒就最後就決定 決定答應烏蘇拉 這個條件 他想要暫時當人類 然後去靠近那個王子這樣子 結果 他就直接在海裡面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類 然後獲得了雙腿 然後馬上游 游到了海面上這樣子 但是 其實這邊的邏輯我也 太想要去討論 因為 那個 你知道其實我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太在乎那些合理性 或者是你們剛剛在討論的什麼 沒有 等一下 我沒有聽清楚 你講說他怎麼上海面 他靠著雙腿然後游泳游上海面 沒有 那個在原版不是這樣子 原版他 當他長了雙腿以後他就溺水了 然後接下來是由賽巴斯丁跟那條魚 兩個人那個趕快帶著他出去 然後那個 艾莉兒就一邊 就是那個被他們兩隻魚 摻扶著 就一邊左右 一邊一個 然後這時候音樂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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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然後就 他就上岸了 然後上岸就那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剪影 登登登登登 然後我們就知道 他 他上了岸 然後上這個時候 衝上沙灘 這樣子 預告不是有那段 就是他甩頭髮那段 還被大家笑 對啊 所以你意思說他 在動畫 在那個真人版裡面 他是靠著自己游泳 然後這樣上去 喔 描述詳細一點 他那時候是在很深的海裡面 然後烏索拉讓他變成人類 然後 他就從那很深的海裡面 然後靠著他的雙腿 一直往上游 一直往上游 為什麼要改這個 喔 好我大概知道這個意象啦 他其實是有點想要那個什麼 這個女生是靠著自己的能力 然後 對上岸 可是我記得 可是我記得 記得有 有加剛剛醋哥講的一些設定 就是 有啊他 因為我記得烏索拉有嗆他一句 因為他變成人之後 就開始 缺氧了 然後烏索拉就有笑他說 這就是成為人類的感覺吧 開始不適應 只有缺氧而已啊 對然後就 有啦 塞巴斯丁跟那個什麼 沒有幫忙 有那個 有稍微一點 可是就是真人的東西 就很小 你看所以真人 沒有辦法達到那個 這個時候 一邊掺一個這樣 看起來就很像他游上去 喔 好吧 可是我記得有啦 就有說他不是水性的 不是水性 對對對 我本來還在想說 那個時候 學會那個 長出腿來 然後就學會游泳 這跟那個什麼 欸 開船一樣 就是跟開船一樣 是那個 巫術附贈的能力 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在討論這個點 跟我朋友那時候 他們在糾結的點是一樣的 就是我朋友那時候說 我靠 為什麼他變成人類 然後 可以馬上 就學會如何 用雙腿游泳這件事情 他們很不能接受這樣 但是我自己在看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完全沒有在在乎那些邏輯性 就是我 我覺得那些其實對我來說 不是很重要 對因為你已經放棄了 對 所以 就是很寬容 那你為什麼還特別提出來 那我說我朋友 他特別講出就是因為 看事我不在意啊 是因為他的朋友有爭議嘛 所以他就把這件爭議告訴了我們 這樣子啊 對那我聽一聽也覺得 嗯 是有點奇怪啊 因為本來的 本來動畫明明就有講啊 是他不會游泳啊 是兩條魚幫他上來的 對 兩條魚游超快的 對 而且其實電影沒有 沒有直接上案啊 是有一個 漁夫救了他 還有漁夫救了他 還有漁夫救了他 我覺得那場戲非常難看 你知道那個 他是怎麼被救上船的嗎 他是被 那個漁夫打撈起來的 他好像用一個網子 然後撈到了一條 一條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 他就把艾力兒撈到船上 那當他看到艾力兒的時候 那當他看到艾力兒的時候 全裸的 沒有全裸我知道啊 因為他本來也全裸啊 那個在動畫裡面也全裸啊 對我動畫裡面全裸 只是那個動畫裡面 是用那個剪影來 那個什麼 來顯現的啦 對 所以 所以我今天稍早才跟他討論 那個什麼 地方不是寫了一篇說 他覺得他對艾力兒無感嗎 對啊 然後我回應說 怎麼可以無感 他可是 公主裡面那個穿最少的 而且他還有全裸 有全裸的 的那個鏡頭 雖然那個全裸的鏡頭 你看不 看不太清楚啦 對但是已經 靠北 對但是1989年這樣很厲害了 對 好吧 真的 OK 可是 好 我想講一下我覺得那個畫面 美感實在是太 不美觀了 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預告片有出現嘛 就是 你們看到小美人魚的所有的那個 武法那些所有的辮子 就是 到上岸到船上之後變得很清楚 然後 你真的會很不經意的去想說 這個法師看起來真的是太差了 感覺 好像你的手插進去之後 可能就會卡住之類的 嗯 就是那個畫面我真的覺得很沒有美感啦 這樣子 嗯 然後接下來更不合邏輯的事情出現 就是說 一被撈上岸之後啊 他好像就被皇宮裡面的相關人士找到 然後他就立即獲得了 皇宮裡面最高級的待遇 幫他洗最好的 洗最好的澡 然後給他穿最好的衣服 不是因為是被公主 而不是被王子撿到的 所以 是他不是被王子撿到的 所以 是不是不是 我是被王子撿到的 好 那我就只是覺得很奇怪說 他到底是憑什麼 被撿到之後呢 就可以去受到這麼高級的待遇這樣 呵 就是 這個反而是我自己比較care的一件事情 就是 撿到難民 那個什麼 一律給予最高級待遇 你知道嗎 對對對 他就給他洗很屌的跪跪運 然後 給他穿很高檔的衣服 然後給他穿最好的鞋子 然後還有很多的 一些仆人都會去幫他服務喔 就是我覺得說 就是那邊看起來 非常沒有說服力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情我之前在聊那個 靈牙之隔的時候 其實我有講過 就是 我那時候是說 我很可以接受 裡面的角色都可以對女主角好 原因是因為 你都會看到女主角會 去幫他們做家事 然後打理店面 或者是 提供他們幫助 去幫幫忙他們 所以當 你看到那些人對他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是女主角應該獲得的 但是我在看小美人魚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心態是說 你到底憑什麼 莫名其妙被撿到之後 然後可以獲得到這些待遇這樣子 你只能夠解釋成這個國家的人 都很善良 對 路上的人那個什麼 都 都是好的 而且你也要想嘛 因為 是不是有一個設定 是亞歷克王子也是被撿的吧 然後他母后是黑人是吧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該不會就是看到一個黑人 哇 這是我們那個母后的人總 應該要禮遇他 這樣 這個世界 這種人很少 所以 那個什麼 應該是要好好的禮遇他 搞不好他是母后的種族 那我可以了解 我理解 腦捕設定 我可 電裡面沒這樣講 但是 裡面的對話說 他該不會是母后那一族的人 那再來是 其實我剛剛有少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定 就是 烏蘇拉讓他變成人類之後 交換的代價是他有奪走埃莉兒的 聲帶 就是他不能講話 他一旦上岸之後 他就沒辦法唱歌 然後也沒有辦法說話 對 他就是會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啞巴 對啊 本來也是這樣子 對 失去的聲音 但那時候 但是我看完的時候 也有問我朋友說 欸你們女生 有沒有辦法就是 當一個啞巴 然後花三天的時間 去追到一個男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童話之所以 童話不是這樣嗎 你們當 哈哈哈哈 好吧 那些女生是跟我說不行啦 不要強人所難嘛 不要強人所難嘛 對啊 這就是這部片的童話點嘛 那個 不要糾結這一點 其他的部分 真的是這部電影厲害的地方 他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啞巴 就不能講話的 然後他可以花三天的 短短的時間 然後直接追到王子 這樣子 我的媽呀 我那個時候 你們在調論的時候 我正好迪士尼PLUS 打開來看以前的那個什麼 的片段 哇他真的有一幕是沒有穿褲子的 哈哈哈哈 很暗很暗 那個光線看不到 但是因為他長出腿來了 所以那一瞬間 那個有一個小 那個什麼 有一個圓景 然後 就是他沒有穿褲子 這樣子 然後有腿 哈哈 哇 這在公主系列應該也是唯一的一部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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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但是裡面都沒有露點啦 廢話 當然不能露點啊 但是光是這一種已經是蠻不得了的 好不好 哈哈 現在的那個什麼 現在的你看看有沒有嘛 怎麼現在不可能有啊 對好啊 即便是裸上半身還是都會用頭髮遮住啦 對 然後 那個 我剛剛想要講 補充一下王子那邊的設定是 王子他 其實有一個目標是 他一直想要找到 救他的那個小美人魚是誰 因為他那時候被救上岸 但是 他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誰救他 所以 他那時候一直有一個目標是 他想要 使出任何方法 然後去找到 那個小美人魚 救他的小美人魚 然後我剛好講到說 這時候 艾莉兒他因為已經進到皇宮裡面了嘛 然後受到那些待遇之後 然後那些仆人就告訴王子說 欸 我們突然撿到了一個 也 我忘了他們怎麼講啦 反正他們就是找到了艾莉兒 撿到那個女人 然後王子也看 然後當那個王子看到艾莉兒的那一瞬間 其實我也覺得蠻想笑的 因為 他看到他那時候的確有認了一下 就是 可能沉默個一兩秒 我一想說 哈哈哈哈 你突然看到 你說 怎麼長這樣 哈哈哈哈 好過分 哈哈哈哈 欸 愣一下這樣子 那不是那種驚為天人的那種 那個什麼 就是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 沒的那個想像 的那個什麼 那個漂亮女孩的那個意思嗎 喔 但是 還好那個劇情走向不是這樣子 他沒有嚇一跳 但他是非常溫和的 很溫柔的對待了 就是艾莉兒這樣 那這邊有趣的一個設定是說 他完全不知道 就是他眼前的這個女生就是之前 救他一命的小美人魚 喔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他好像到最後也不知道 威許我問你 他到最後是不是也都不知道 最後他聲帶回來 就 就聽到歌聲了吧 所以就知道了 對對對 是等到很後面那時候還知道 前面他連 甚至連他叫什麼名字 他 他也不知道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看到說 哇 那個艾莉兒他是如何 就是 沒有用 講話的方式 然後 居然可以跟王子 越來越親密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關係 越來越好 那個 真的是蠻 蠻童話的 就是 蠻夢幻的 只能這麼說 因為小美人魚 那個艾莉兒有一次 不小心莫名其妙 闖入了那個王子的房間 王子也沒有生氣 就反而還跟他介紹了 那個他房間裡面 有哪些好玩的玩具 好玩的收藏品這樣 那段很好玩 因為 那段蠻好玩的啊 就是 那段是在王子家 欸沒有 那是用餐的時候才看到 用梳子來 用叉子梳頭髮 什麼的 對 因為我覺得 那段好玩就是好玩在 艾莉兒本身裡 他介紹那些玩具 對不對 對啊 也是收藏人類的東西 然後王子也是收集一些 他冒險拿來的東西 這兩個人是有共通點的 蠻可愛的 嗯 嗯 好 後來那個 隔天王子他有下達一個命令 是說他好像要出動 一些人馬 然後去找那個 救他的小美人魚是誰 然後他們就是整個這樣派兵出去 就是他 他是 他應該也不知道對方是男是女的吧 對不對 只知道有人救他 他知道 他應該知道對方是女生啦 因為那時候他是用唱歌的方式把他換 所以是聽到歌聲 然後那個 知道是跟他 然後順便推他幾下 然後把王子弄起來 然後後來那個 我覺得接下來比較有趣是因為 你會看到艾莉兒 就是到達人類世界之後 他會覺得 原來人類世界跟他 講得好像就是 非常不一樣啊 然後他 有點像是 那場戲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 龍族前傳不是有一集 那個皇后 皇后他突然走到 那個市區裡面的那種感覺 應該知道我在說哪一集 對對對 有點像 那種感覺這樣子 龍族前傳裡面的市區那一段 最後不是 去打炮了嗎 打炮 那他就是去探索那個世界 那時候你在看 講好聽一點就是 水行俠的那個 梅拉山岸那一段 那一段不是有吃花朵的一個橋段嗎 艾莉兒也是啊 就是拿起花朵吃 可是 艾莉兒演法就很好呆 就 吃花我完全不覺得他有點 不覺得他可愛 就覺得他呆而已 對 嗯 嗯 對 然後後來其實這場戲 就突然 那個 其實王子他也有屬於他自己獨自的一個歌舞戲啊 就是 歌舞劇的部分王子有一場 但是 為什麼我想要特別講是 因為 我覺得這整部電影裡面 唱最 最不怎麼樣的其實就是那個王子 然後 我也覺得 場面調度最爛的 也是那個王子 因為那個 你知道那一場戲很無聊就是 你看到王子從家裡面 一邊唱歌 然後一邊走路 然後 一邊走到外面 然後最後就是走到了船上 這樣子 其實那個整個畫面超不豐富的 然後 也沒有什麼很有趣的 那些場面調度其實也沒有 然後他唱歌 很像 很像那個吹喇叭的那個MV啊 就 那個什麼 什麼叫吹喇叭的MV 喔 你只能是 那個是 是瘋喇叭吹喇叭 就那種風格的MV 就 突然開始陶醉 然後就 濃美的那種 你說很80年代風格 那種 那種 很像是那個 做愛 那個前戲然後放 Kennie G音樂 真的我覺得整部戲裡面 最 拍的最不好的歌舞區 應該就是 就是男主角那一場 這是真的 對真心補片 然後 後來那個 其實你知道他歌舞戲的部分 他還有加入一段是Rap 就是 裡面有一隻 未尋那一隻是叫什麼 好像是海鷗吧 然後又 海鷗 Aqua Fella 配音的 對啊 那就 他有一段歌舞劇 然後他是在唱Rap這樣 就是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也覺得 好像有點刻意耶 就是好像要導入黑人的唱歌元素 在 小美人魚裡面 嗯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也會有 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就是好像也不需要說 硬要把那個黑人的Rap 就直接這樣 塞到小美人魚裡面 因為畢竟小美人魚他 整體的電影風格吧 就是比較 夢幻浪漫一點 這樣 但還是有 有這種 這一個橋段 然後 到最後面啊 那個 那個 因為其實時間差不多快到了 嗯 然後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 呃 烏蘇拉他發現說 好像計畫快要失敗了 因為總覺得他們兩個人 越靠越近 然後 好像 就是女主角真的快要得到那個真愛之文 所以烏蘇拉為了要 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他就化身成一個人類 然後走上 走上岸之後慢慢靠近王子 嗯 我不得不講那個烏蘇拉真實的 那他媽真的是有夠正的 哈哈哈哈 非常漂亮 欸原版是很醜的 原版感覺起來就是 那個覺得這樣子也可以這樣 然後王子看到他覺得有點恐怖 對 本來的版本是一個那個什麼 古獸如彩的女生 然後 我覺得那個 本來那個版本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烏蘇拉在海底裡面是一個 是個胖子 你知道嗎 結果他上了岸以後 那個可能 我覺得啦 他那個設定有點故意 就是他可能 覺得上了岸以後 他要把自己變成那個什麼 不是他本來的樣子 所以 他變得很瘦 你知道嗎 可是瘦的有點過頭 顴骨就高出來 這樣子 對 那應該算蠻妖艷的吧 就是看起來就是那種 妖艷的女生 而且他用了艾莉兒的聲音啊 所以那個就是發出聲音 才把那個王子給迷惑住啊 嗯 嗯 Alright OK 他那時候底月上岸的話 就謊稱說 他自己就是 是當初就是他的小美人員 然後他也用他的歌聲 然後勾引到了那個王子這樣子 嗯 但你知道身為一個男生 其實看到後面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辦法入戲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烏蘇拉的那個人類啊 他的那個顏值跟 女主角的那個差異實在是太大了 嗯 然後你就發現說 欸 最後那個王子 他居然選擇了那個 那個艾莉兒 然後 居然不選擇 那個烏蘇拉的人類 實在是 太無法太弱了你知道嗎 吳而大眾審美觀對不對 真的啊 你身為一個男生怎麼可能會選 選 皮膚比較黑的那個 而且 要用跟膚色無關的你知道嗎 是 顏值 真的兩個人差太多了 然後 你看到後 我照到了 叫出來 那個什麼應該 好啦也是漂亮啦 對 但是在本來的版本裡面 就比較沒有個性 就 不是一個那個什麼 欸 就 就感覺起來 你不太容易記得他的感覺 好吧 就是好 Alright 繼續繼續繼續 拍雜貌 對拍雜貌 對啦 然後 那個 其實我到前面 我剛講這些 都還不是我就是 讓我覺得最不好看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最荒謬的是 那個烏蘇拉他變成人類 然後要跟王子結婚的時候 從那邊開始我覺得超荒謬的 就是 海歐突然加入戰場 跑去 要干擾他們嗎 然後 開始去鬧那個烏蘇拉的那個人類 然後接下來 當 艾麗兒他也趕到了結婚現場的時候 他對 烏蘇拉大打出手 你就看到那一場有物理攻擊的一場戲 然後我就想說 幹我到底是看得殺小 這實在是太荒謬了吧 就你看到兩個女人在那邊有一場動作戲 你知道嗎 就是在那邊拉扯 我覺得那邊看 本來沒這個啦 對 後來那個 因為烏蘇拉他的脖子項鍊就是 他有帶著那個艾麗兒他的歌喉 結果 艾麗兒他是如何找回他的那個歌聲呢 他就是 阿下了那個項鍊 然後摔到地板上 把那個項鍊摔破之後 那個歌喉就突然跑出來了 有點像是一顆金球這樣子 嗯 然後這時候你會看到艾麗兒他張開他的嘴巴 然後那顆金球就慢慢進入他的喉嚨裡面 然後因此找回了他的歌聲 嗯 我覺得那邊 看起來畫面的表現方式 有那麼一點奇怪啦 然後 後來那個 因為他烏蘇拉的計畫失敗嘛 所以 不不不 就是他在那時候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就是他沒有獲得真愛之吻 所以 那時候烏蘇拉就直接把艾麗兒拖到海裡面去 就他們兩個人戰場突然到海裡面 然後 最後連海王都出現了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他爸爸一直在找艾麗兒想說艾麗兒怎麼不見 對 然後最後 變成是烏蘇拉跟海王之間的對峙 嗯 然後他那時候也跟海王 所以有打一下是吧 也沒有 他就是跟海王開一個條件 他就說我可以把艾麗兒還給你 但是 你必須選擇犧牲你自己 你願意嗎 這樣子 然後那個海王就決定說好吧 為了救我女兒我決定犧牲自己 於是呢 那個畫面是這個樣子 有兩條魚 然後那兩條魚有點像是烏蘇拉的手下 跑過去 擋住了海王 就是一人綁一隻手 然後那個海王 又灰飛煙滅了 你當下覺得說 怎麼海王就這樣掛了 那時候其實我看到那邊我覺得越來越荒謬是這樣子 就是 海王就這樣死掉了 然後一死掉了之後 然後那個什麼 就進入到剛剛 有一個很屌的大場面 就是烏蘇拉他突然變成巨人化的烏蘇拉 然後直接浮出水面 而且他真的是巨人的那種型態 拋大一隻 那種看那邊感覺 其實我覺得 是蠻有娛樂性的 因為我覺得我看到那邊有點像是在看爽片的那個感覺 那蠻爽 很像怪獸片 然後那個爽感有點像是你在看那個自殺突擊隊的時候 最後那個海大星出來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那種感覺 對 海大星就突然在陸地上走那場 然後因為最後面你看到那個烏蘇拉變成那麼大一隻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種很高的期待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覺得說 就是接下來已經進入到大場面 就是接下來他們可能會有之間有一場大戰 可是 我還是覺得很失望 是因為那個片段超級短 烏蘇拉巨人化浮上海面之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海底裡面的一艘船也浮出來了 然後最後他們打敗烏蘇拉的方法就是 小美人魚去駕駛那一艘船 就轉了他一下 然後讓那一艘船 的某一個很尖銳的東西 插到了烏蘇拉的身體 然後把烏蘇拉殺死 其實那個片段蠻短的 所以 沒有說看到很爽 我本來期待會有一場大戰 但其實也沒有 所以 這版真人版 不是王子開船去撞 你看大家都在問這問題嘛對不對 我覺得這也是 很刻意的正式啊 因為本來不是啊 本來是王子開船啊 原版也是講克蘇魯的 開船撞的章魚怪 就是那個克蘇魯的故事 如果你要講有海怪的話 你如果在講海怪是沒錯 原來就已經有海怪了 就是會大隻海怪 然後那個 是由王子開船去把他撞死 沒有 因為章魚 就是那個克蘇魯的章魚怪啊 他唯一被打倒的一次就是 被那個漁船撞啊 你指的是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在 應該是有在梗原版 因為烏蘇拉也是章魚怪啊 是有可能啊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 應該說克蘇魯這個東西 在當年 不是 那麼的紅吧 對 所以他們其實也會想要植入在裡頭 並不是沒有可能啊 因為小時候應該也不知道克蘇魯嗎 所以當年也不會有人去想這個啊 現在聽到這個感覺 這個故事很耳熟 因為漁船撞 去撞那個章魚怪的話 就真的是很瞎 大家也很愛吐槽這一段啊 克蘇魯的故事啊 那麼強的一個血神啊 就被一個船撞撞就沒了 呵呵呵 可是我覺得他 那一段其實就很明顯 就是也是政治因素啊 就是可能是因為大部分 童話故事裡面都是 男人在幫公主解決問題 他這一次就是 硬要讓女主角 就是 舉駕執行這個任務 是由他自己 幫自己解決問題 可是這個我有另外一個 比較另類的想法 你知道嗎 這個好像在暗示 女生最好不要隨便開交通工具 不然不小心的話 是會撞死人 你知道嗎 不是吧 歧視你歧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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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視三寶 好吧 這個之前在那個 巨石強生的那個 電影裡面也有類似的那個 只是他講的 他講的是不要讓那個 不要讓他女生碰3C產品 因為他們都會弄壞啊 什麼之類的 對啊 裡面真的有一段 是他的太太 永遠那個時候 不知道如何開他的手機啊 有啊 有些男生就覺得 女生就不開碰那些 什麼機械載具之類的東西啊 有些大男人就會這樣想 好吧 看你要怎麼解釋他 我本來的疑惑是 不是啊 這不是應該是網址去開的 怎麼突然就會變成 然後裡面也沒有那個片段 是沒有任何段落 有說是 有有告訴你說這個 艾莉爾他是怎麼學會的 學會開船這件事情 對 沒有那個 XXY有在 因為我剛好在粉專問這個問題 就 XXY還有回答說 我有看到 他說裡面有一段那個什麼 他在 觀察隨手的時候 那個轉 他們那個什麼 有偷偷看他怎麼開船 所以後來學會了 好我想說看一次就學會 好像有啦 天賦亦比 天賦亦比 看到就會 這樣 可是我當下沒有想那麼多 是因為我看到他開船那個真的好簡單喔 他真的就只是過去然後 有點像是在玩一個輪盤嗎 他就只是單純在轉那個 嗯 花旋槳然後 因為感覺好像誰來都可以的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就 沒有想太多 他畫面表現的就是開船很簡單 那種簡單 嗯 可是他那畫面看起來真的很簡單 他原本就生活在海裡嘛 所以他對那個海象很熟 但是 你對矮昂在熟 你對那些機械結構不熟 有沒有意義啊 所以說 如果我說你在海上 不會迷航 但是你 操控不了船啊 我覺得那個 迷航就算了 因為他只是去撞人的 對 只是 有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圍桿抓了 然後就真的能夠對準 覺得好像是 好吧 那個什麼糾結這一點 我覺得就輸了 你知道嗎 沒什麼意思 他就是童話 想在童話故事裡面找邏輯 是否搞錯了什麼呢 對但是問題是 他只要變成 問題 但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 他如果是動畫的 我就無所謂 但是問題是 他當是真人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糾結他的 當真人版就會有這種問題 對 當真人版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是糾結合理性啊 而且更何況 他原來的動畫 也都還比這合理 原來的動畫是王子去開傳 因為王子本來就跟水手在一塊 所以他開傳我們都覺得沒問題啊 那那個時候 結果變成動畫 因為這邊反而就被省略掉了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沒看過 問一下 他是不是裡面有一隻狗狗 剛剛有一隻狗啊 可是狗不會講話對不對 不會 不會 那為什麼其他動物就可以講話 只有水族 沒有海鷗也會講話 對 對啊海鷗也會講話 海鷗會講話 但狗不會講話 喔奇事狗 迪士尼的夥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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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有人有跟烏蘇拉交易啊 也許 那個狗已經被循化了 所以就 偉攻偉 好吧 我是 我還沒有把最荒謬講完 但是還沒結束 還是 還有 那他打賣烏蘇拉之後 就是 那海王不是有一把三叉戟嗎 然後那個三叉戟 就突然就這樣掉到海裡面 然後插到了 就是某一個石礁上 然後一查上去的時候 喔!海王突然復活了 哇靠 你知道那時候我想說海王怎麼一下就死了 喔原來是因為他後面突然復活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看到他突然復活的時候我也覺得這個劇情好瞎 然後這時候你知道艾莉娥講什麼嗎 他跑上去跟他 他說 那個是我跟那個王子一起救了你 那我發現其實 剛剛那個王子怎麼都沒過 對 不要這樣子一劈頭就講 你知道嗎 好煩喔 那就是 所以他真的有一個態勢是 我跟王子一起救了你嗎 我問Wish 你自己有看那我問你王子他那時候做了什麼 對啊我完全不知道 後面王子到底跑去哪 他好像是吸引了 烏蘇拉的注意力 然後好像艾莉娥就開船 然後趴死他這樣 然後他直接跑去跟他老爸說 其實是我跟王子一起救你的 可是我記得 我記得是艾莉娥拿著三叉戟回去 他爸死掉的地方然後把他喚醒 我記得是這樣 喔對啦 可是他喚醒的我記得他有個畫面上好像是插在 某一個石膠上 我為什麼忘記 可是總之艾莉娥就劈頭第一句話 居然是跟在那邊邀功 不是問他爸爸好不好之類 我就覺得 你這個人也蠻勢力的 不孝子 不孝女 因為一來就立刻要 而且你爸剛剛為了你而付出 他的神力耶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他邀功沒有問題 問題是 他說謊 因為他根本 那王子是真的沒有做什麼 我沒有在開玩笑 沒有引起注意不是應該也要 引起注意應該也算是有做什麼吧 我開始覺得他是不是都被那個什麼 最後面的人剪輯掉啦 因為王子做事 你知道那個 因為本來的版本 是因為艾蒂克王子去殺掉了海妖之後 接下來他才消弭了人魚 對於人類的疑慮啊 那 所以他這樣子一改 就整個有問題 因為你那個變成的情況是 變成是小美人魚自己家 那個什麼處理家務事 那人那個人魚還是不相信人類啊 因為人類沒有幫到手 所以 艾蒂克王子去殺海妖是有必要的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這件事情 這個國王才因此而認同 因為是艾蒂克王子解救了海王啊 難怪他最後要講一句台詞 那個什麼王子跟我一起救 你知道嗎 因為本來沒有這個 本來沒有這句台詞的 本來是不需要這句台詞 本來是國王自然而然 那個什麼 原來我對於人類的那個 我對於人類的懷疑 其實都是錯的 因為現在當下有一個人類救了我 你知道嗎 結果他把他改了 哇那這段的確尷尬 難怪他多了一句台詞啊 好吧 這這 那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好解決 因為其實你只要演出說 男主角跟艾莉爾他們兩個人是一起去操控那個滑旋槳 其實這件事情可能就說得通了 但是那時候好像王子在逃難吧 然後但是他不知道逃到了哪裡 然後好像烏蘇拉有看他一眼 好像頂多就這樣子 那我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有做事情可能是他有引起烏蘇拉的注意 他就在海中努力的游泳這樣而已 但如果因為他們那時候是兩個人一起去操控那艘船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劇情就輸得過去 對 兩人合作我覺得比較合理 而且象徵 人類跟 魚類 海洋生物一起合作 對敵人的感覺比較好 對啊 那時候就是 男主角沒有用 然後就艾莉爾一個人去操控那艘船 然後打敗蘇拉這樣 然後後來他把那個他 他父王喚醒然後邀完弓之後 那個反正就進入到後面的結尾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後面結尾其實也沒有處理的很好 就是 總子跟艾莉爾他們兩個人 要去探索一個新的區域 你可以想像他們還去度蜜月啦 就是他們要準備搭上一艘船 然後前往他們的 一個未來這樣子 然後當他們要出發起航的時候 就是 他爸爸突然出現了 當他出現的那一瞬間我差點大笑 因為他爸爸他是 半個人生 半生人然後浮出了水面 然後 那個當特寫 欸這個跟魏許講的一模一樣的話欸 那個魏許也說那一段 那個什麼頭髮濕濕 然後看桃看平 因為你在海底看海王不會有問題 是因為你會看到他全身就是他的尾巴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純粹只是看他直接半生浮出水面的時候 你就只是看到有一個中年男子飄在那個海上 然後盯著艾莉爾看 我覺得那個畫面 場面調度有一點問題啊 很像蛙人水鬼要浮起來暗殺你 對對對 因為我想說海王出現不是應該 海王出現應該會帥一點吧 比如說下面可能會有一個小小龍捲風 就是會有一個水浪把它撐起來 然後海王登場之類 但是他沒有他就是單純突然半生然後飄在飄在那邊 然後 然後祝福艾莉爾 然後他們可以幸福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畫面就是 所有的漁人 一樣你就看到各個人種各個膚色的所有的人魚 全部都浮出水面 然後陸地上所有的人 大家一起歡呼 然後慶祝他們兩個人要航向未來 這樣子 一起微笑送他走 微笑 你靠北啊 那個我覺得他最後一個畫面好像 安心上路 很煩 什麼東西 好啦好啦 我覺得那個他最後一個畫面好像有拍壞 就是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什麼感覺 就是他最後一個畫面是 那整個畫面大過曝 就是他是拍一個海浪的一個畫面 然後 他們 他們兩個人就駕駛一艘船 那個船從左邊 移動到右邊 然後就直接離開畫面 然後但是那整個畫面 那個海 那個海水的畫面是大過曝的 我覺得 結束在那個畫面其實很奇怪 那個很 很不像是 OK的鏡頭然後放在裡面 我寧可說他結束的點是結束在 上一個畫面是有一個大廣角是說 所有的人魚所有的人類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很多人 然後一起歡呼他們 一個很大的一個廣角畫面 所以他最後面其實就結束在 一艘船從左邊然後滑到右邊 然後 這部電影就結束了 所以我也覺得他收尾就是 也都怪怪的 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這部片的那個 故事都講完了 然後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納悶 我一定要提出來問一下 就是 後來去看 這部片的那個預算到底是多少 我一直覺得 這部片沒有很貴 他看起來真的蠻便宜的 結果我一看 2.5億欸 2.5億欸 知道這部片的預算2.5億 然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馬上去查 阿凡達第一集預算的 我就知道 結果阿凡達的預算就是 2.5億 然後我就想說 阿凡達 效果有差 你明明就是跟阿凡達花一樣的錢 然後出完了影片 的那個CGI的質感會差這麼多 你知道在海 就我現在不要 講劇情阿 我就只是講CGI跟 視覺呈現 他在海裡面的那些畫面 是看起來其實沒有很高級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那個預算到底是 花在哪裡 因為像 那個張便阿 4.5億 張便450萬美金 張便 不是 有阿 450萬美金阿 你只是他在水裡面擺動的樣子 花了450萬美金 阿凡達 可是我在看的過程中 我不但沒有覺得這部電影很貴的感覺 我還很常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預算不足 那比如說前面 他們 皇宮在海底開會的時候 那麼的寒酸 是不是因為預算不足 或者是說他們在海裡面 那個為什麼打光要那麼昏暗 或者是他們那個頭髮沒有辦法飄得 非常的自然 是不是因為預算不足 包括就連最後結局的時候 海王他其實有施放一個魔法 就是 對愛麗兒施放一個魔法是 呃 法術一放出去之後 愛麗兒他就可以成為一個人類 嗯 但是他那個法術一放出去之後 其實那個剪接畫面就剪掉了 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的 視覺效果 或是我 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的法術 畫面 然後愛麗兒就變成人類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因為他們 預算不足 所以那個 頭髮可能也 不夠做出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那個頭髮我真的 是不是把預算花在宣傳上面的 哈哈哈哈 宣傳不應 他們通常在那個電影本體 預算應該還會 那個什麼 那個主角 主角 海王跟那個什麼 主角的那個 魚靈不好看不是嗎 那個什麼 他 衣服跟那個魚靈不好看啊 是不是因為那個比較便宜啊 因為他們登場比較多 因為他們登場比較多 然後其他人比較好看 因為登場比較少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弄得比較好看 嗯 我是真心不知道他 他是跪在哪裡啊 而且我 唯一的解釋可能就是說 什麼可能 烏蘇拉他是以秒計費吧 所以可能這部片 我也不知道 以秒計費 沒有 以秒計費是艾爾加朵啊 那怎麼會是任務蘇拉 艾爾加朵最近 三部電影都馬尼秒計費 你知道嗎 而且 我剛剛講到一半是 我很care頭髮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頭髮這個東西 是最能最能在海裡面讓我 呈現出來是 可以讓我感受到 你在海裡面的真實感 嗯 就是 像那個之前 水行俠那個新聞不是也報過嗎 就是 他們好像有在講說 其實裡面預算最貴的是那個頭髮在海裡面飄的那個 那個特效 嗯 對 然後可是 我在這部片裡面其實很 很少可以有辦法感受到 那種頭髮很自然的 是在海裡面飄動的那個感覺 因為你那個 頭髮在海裡面的自然的浮動 才會讓觀眾意識到說 這個世界是在海裡面的 嗯 就是他跟陸地上其實不一樣 那其實如果你這個都沒有 很深刻的讓觀眾意識到這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他跟陸地上其實差別就很小 我覺得其實那個頭髮的CGI特效是 是蠻重要的 嗯 但一方面又講到說 那是因為造型上面的問題 嗯 我覺得現在全部電影講完 我最後想要聊一些政治 政治正確的一些議題 我是這麼覺得 迪士尼他們其實做 這方面的動作 其實是因為迪士尼希望說 大家還有普羅大眾 可以對迪士尼講 你們很尊重多元文化 你們很棒 我覺得其實迪士尼 他們是想要獲得這個稱讚 所以 他們可能在選角上面 或是故事上面 會做出這些策略上面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可能 由於這個動作實在是過於刻意 所以才會造成 大量的反效果 然後你會看到說 原本其實大家是 我都感覺說大家都是 就事論事 可能都是針對這件事情 在討論說他選角的問題 但後面 你會發現說 其實都是在講人身攻擊的部分 就已經不是在就事論事了 所以我不知道迪士尼之後 他們 刻意會不會因此而改變 或是他們有接受到 那方面的資訊 因為就包括像白雪公主 我所接受到的資訊 好像是他們也是找一個亞裔的人 沒有啊 白雪公主是拉丁人啊 拉丁啊 都拉丁裔的人嗎 對啊 我覺得他也不是搞白人來演 這次殺戰2的那個啊 那個新的女神啊 這一點 我要那個時候幫他講話 因為 因為那個什麼 我本來也不知道白雪公主 是哪一個種族的 直到我後來看 意大利童話 我後來看波吉亞家族以後發現 波吉亞家族裡面的小妹 是白雪公主的原型 所以他找拉丁人來演 我就覺得應該是剛剛好而已 因為是意大利啊 對意大利就拉丁人啊 那你又把其他人變克黑啊 如果你要白雪公主 我現在在講的是 所謂人種這件事情 至於你那個什麼 他會不會白 我覺得這個 你只要上片了以後就知道 因為有的方法是讓他白 打燈就白了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我反而覺得 白雪公主反而沒什麼種族問題 對啊 我本來就歐巴隊怎麼打 還是還是黑啊 我覺得沒有啊 你這樣子的話 白雪公主的問題 不在人種好不好 還是跟後母的顏值差異吧 你最早要比後母牌吧 我覺得小美人魚的 最大的缺點好像就這邊吧 就他沒有試著把公主 拍得再漂亮一點 就是我覺得你講這件事情蠻重要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公主跟王子這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不現實 而且是非常夢幻 我覺得你要符合公主跟 不管是你是公主還是王子啊 你的外表一定是要必須漂亮到是 完全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那一種 因為其實公主這個詞很夢幻 我覺得你當然就是要去找一個 顏值特別高的來演啊 那當然王子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一定 你去問一個女生說 你腦袋裡面所想像的王子是什麼樣子 就是他們所幻想出來的畫面 一定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好看或是漂亮或是帥啊 那我們男生對公主的想像 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說你在選角上面其實好像 我會希望說盡可能符合公主這個概念 我包括就連造型這件事情上面 我也很難接受你知道嗎 像造型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我很 只會去看著那個 戴莉兒她眉毛上面其實有一顆紙 那很明顯所以 然後電影院的螢幕又很大你知道嗎 有時候大特寫直接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她的那個很大顆那顆字很粗細這樣子 就覺得為什麼CGI不幫她蓋一下 或者是化妝 化妝師幫她修一下之類 就是讓她消失嘛 畢竟你們有拍過 沒有拍過片你們也知道 如果有女主角長了一顆很明顯的青春洞 你一定會想辦法把它蓋掉 再讓她上鏡 可是這個我要講一下 以歐美的審美觀的話 她反而不會去蓋這種東西 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有人看過奇異兒博士2吧 她的女主角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什麼 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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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臉其實也有一顆很明顯的字 而且 我當初看IMAS的時候 是超級大的 我在看第一集的時候 她會看3D版 3D版她的字看起來超突出的 就是立體的字 所以 每次特寫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在意這顆字 因為她太立體了 好怕 對 我覺得全粹是歐美人的生命觀 她覺得那種 如果是天生的 不需要遮 甚至 你會發現 美國白人女性不是常常會有雀斑嗎 可是 如果今天是亞洲的長雀斑 會特別去遮她 可是她會覺得雀斑這種東西 反而是有點可愛 她不會去遮 然後 甚至有些 演員 譬如說她有皺紋 她也不會特別去修 你知道 我覺得這是歐美的審美觀 純粹這樣 聽說比花木蘭還要差 什麼東西 你說票房 叫美人語 叫美人語 你說在亞洲很慘 比花木蘭還要找 我覺得她在亞洲很慘 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要說 因為前一陣子還有個人在群組裡面有做個爭執 因為其實 講到這一點 可能會很不幸 因為 我現在講的是市場 不是我個人 知道嗎 又來 因為常常會被人家這樣子 他們 如果要跟你爭論 他會把這些東西 貨在一塊 你知道嗎 你這樣講就代表什麼 什麼之類的 但是老實說 你要去講的是市場 這件事 我覺得華人 本來就 對於黑人 沒有很喜歡 這是說 這是說真的 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對岸 我覺得對岸應該比我們更嚴重 華人本身 在華人市場裡面 我們那麼多年來 接受好萊塢的 文化的洗禮 他一直在告訴你 什麼是最漂亮的 什麼是最美的 你已經被洗了大概 七八十年 那每個都馬是白人明星 那你 你看到黑人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那個時候 黑人很美嗎 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而且在那個什麼 好萊塢的事件 像我自己的觀察 在台灣能夠受歡迎的黑人明星 他們多半 只是膚色黑 但是輪廓是白人的輪廓 比方來說比如說像單左華盛頓 好了 比方那個什麼 像女生是 何力貝瑞 他們都是 黑貝瑞嚴格來講 他是黑白問血 對啊 但是沒有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這些黑人角色 這些黑人演員明星 他們的美 都是符合白人的那個無關的 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厚嘴唇 你知道他也沒有招風耳 然後或者是捲毛啊 這樣子的 所以 嗯 總體而言 我覺得華人本來就對黑人族群 不會特別喜歡 對啊 那你 我也很少看到有黑人主演的電影 在華人世界裡面大賣 對不對 對那個什麼 就連 就連漫威的那個什麼 黑人的驕傲 黑豹 我也覺得在台中 對台灣那個反應非常冷淡啊 對啊 蠻冷淡 對啊 那明顯 我們本來就 這個市場本來就是對這個沒興趣啦 對 那你輸出了一個那個什麼 黑人公主 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華人至少在台灣 因為我自己就是 看小美人魚長大的啊 我小時候就是看小美人魚啦 那我們當然會覺得 我們第一個時間就是覺得他不是他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種族 其實問題就是很純粹就是他不是他 但是其實 這也是我覺得後來會開始 起戰爭的原因你知道嗎 因為大部分的人的意思 並不是那個意思 只是覺得他不是他而已 但是接下來你突然間就把 哇 就把那個什麼 種族騎士的帽子就扣在他頭上 對方當然會很生氣啊 那他就會跟你吵得起來吧 對啊 然後接下來就會 你突然間就把 口不擇言 接下來就說他就是醜啊 然後或者是開始去 覺得那個什麼 這是怪物啊 他說他是個異形 那是個鬼啊 什麼之類 之前聲音話都會跑出來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出在這兒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危機處理的時候 試圖 把那個什麼 不以為然 或者是略評 或者是那個什麼 覺得這樣不好的 的言論把它 推到 然後 你是種族騎士者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導論上面 而且 好像只有小美人與可以這樣玩 因為上次韓索羅 就沒有這樣玩 韓索羅你要玩他騎士什麼 騎士猶太人 他就不是哈里遜福特啊 就長得不像韓索羅啊 你那個什麼 你要我說那個時候 你能夠推他推他 推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那個 氣勢相當弱 對啊 還是那個什麼 那個音速小子 音速小子 我說他不是他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你有跟我說 他種族騎士嗎 沒有啊 那就是你們做壞了 靠北啊 現在我覺得 講的那個時候 艾莉爾不是他 也是一種 我看過他 然後我對前作 有情感的人 我會這樣講 才不是 跟種族騎士沒關係 就是你 只是純粹你們選角 選了一個 不是跟他完全不像的人 對 那你們只是要面對一個 最初的那個 不用不要再砍他說我們 種族騎士好不好 根本就沒有 對我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啊 對啊 好吧 我快講完了 快講完了 然後那個 因為我 我剛剛講到說 我其實一直覺得 這部片很難感受到 是美感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想過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色彩學 佔了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就是你們自己想啊 這部電影的配色其實是這個樣子 台底都是水藍色的 就是女主角 她整個半身都是深咖啡色的 其實我覺得 色彩學的配色上面 這本來就很難 有很好的協調性 比如說你可能 包括你一般在畫畫好了 可能一片水藍色的一個色塊 你加入一個深咖啡色的東西進去 其實你在看那一整個畫面的時候 就很難會有 那種美感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會去想這個 然後 有一些網友可能講話很難聽 會說什麼 什麼他很像是會游泳的大便啊 什麼之類的 靠北 我是覺得 這還蠻壞的 太壞了 但是我想講是色彩上面的配色 我覺得可能也是主要一個重點 就是 因為它是深咖啡色的 但是 海底都是水藍色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難 從這個顏色上面去感受到那個美感 然後包括像 剛剛Wish有講到說 有一些地方拍得很昏暗 什麼之類的 但我自己好像 也蠻贊同這方面的說法 因為我這次去看的那個影廳的 那個螢幕其實亮度已經算很高 但是我時常在看游擊長期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那個亮度就是不太夠 而且包含陸地上也是很暗對不對 對啊 就是沒有到很明亮的程度 你知道為了這一點 我跑去查一些 那個 岸番茄的一些評論 然後我去看一下他們是怎麼講 有一個影評人說 這部電影 它那個暗部細節其實 是很容易就呈現出來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高級的電視 或高級的設備 才可以呈現出他非常漂亮的設置 那他是在稱讚 然後他說什麼 你必須要有一台很好的電視 才可以呈現出 這部電影所有豐富的顏色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測試 一台電視的一部電影 但我聽一聽就覺得這不是稱讚 那就是 沒有 但是這部片 到目前為止 也都沒有在電視上播啊 那你原來電影院也沒放 對啊 但是他在電影院裡面的呈現 你卻有一些老電影院 會有發生那種 光線不夠強的問題啊 對 好吧 那我就想說我都已經用 名度那麼高的電影院 看這部電影了 那其他一般影廳 我就不知道它那個 名度如果沒有到很高的話 那在看消滅人魚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這樣 那一方面又會去幫他解釋說 可能是因為女主角它是黑色的 所以當然你那整個畫面不能過量 或是你要盡可能的跟女主角的膚色要 要同樣的配置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可能你又要一方面去幫他解釋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 好我現在全部講完結論就是 就算撇除政治因素好了 撇除女主角的選角 然後撇除那些邏輯上面的問題 我還是覺得這個故事本身就是有一些問題 然後導演的長命調度也沒有做到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對我來說沒有很好看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導演明明就之前拍的電影都很美啊 因為我還去查了導演之前的作品 他之前嘎哥 那他拍過之家哥 然後什麼一記回路 應該是別自己的關係啊 應該像那個蓋瑞琦拍那個阿拉丁 不是也是沒有他的味道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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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因為迪士尼的關係 我覺得是因為迪士尼本身 不讓他操控的關係 我就覺得說這怎麼可能是這個導演的實力 以他的就是導演之前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他實力絕對不只這樣子 所以又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他被迪士尼控制 或是說他有很多的限制啊 什麼之類的 被迪士尼控制 被邪惡主持 只能要告訴他 說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那樣之類的 所以 迪士尼其實是修卡嗎 修卡 萬惡迪士尼 而且 而且 可是非憲信 你不覺得 非憲信你不覺得他 導演好像是把這個單純身軌器 好像在拍 可是我 我反倒覺得這個還好 因為我覺得硬要講話 好像也只有最後面烏蘇拉那一段比較像 其實其他我覺得還好 你覺得特別像地方是在哪裡啊 我自己就只有覺得後面烏蘇拉 其他好像也還好 你不覺得整部片有很多會突然串出來的東西嚇人嗎 就 一如魚一叉啊 一隻魚串過來啊 一個烏蘇拉的觸手跑過來啊 之類的 海鷗串出來啊 對啊 有時候他會用一些 所以既然有jumpscare 什麼這部片竟然有jumpscare了 其實有幾個jumpscare 為什麼 可是我自己可能 而且剛剛非憲信在講那個 果然是恐怖片 而且剛剛非憲信在講那個 就是我們的公主在跟烏蘇拉 正妹烏蘇拉在拉扯的時候 拉到最後 正妹 那個正妹是劈頭上髮 然後就已經 被識破他的邪惡陰謀了 他在那邊然後劈頭上髮說 我要你怎麼樣之類的 那個很像鬼玩人的畫面 還突然輪映了一下 就 就怪怪的 你幹嘛把他拍那麼像鬼片 所以是突然間出現老伯羅莉格茲式的鏡頭 這樣 有class room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身為觀眾 我有時候都還是會 你知道我在看的時候 我真的常常會 心裡想說 OK你要不要想一下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 那個畫面表現方式 可以更好一點 比如說你在施法的時候 有沒有更好的其他表現方式 又或者是最後海王半身飄在海面上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再想一個更好的畫面的表現方式之類的 就是 覺得說 我怎麼會 這部片會這樣子 因為很不像這個導演之前的實例啊 明明手機就有 什麼迪士尼的公主濾鏡 啊你怎麼把他拍得那麼渾暗 你就 一點都不夢幻 手機有 迪士尼公主濾鏡 你看 就 就 這聽起來有機材 至少要把人家拍成 拍成美女嗎 怎麼拍得那麼寫實 暗明嗎 然後 那個這部電影的預算2.5億 我真的是很難以自信啊 因為 我很難 就是有可以告訴你們說 我覺得哪一顆畫面特別貴 啊然後裡面的演員 我也不幸會貴到哪裡去吧 裡面又沒有李奧納多 或是 梅利史翠普 他到底是 預算到底是貴在哪裡 這部片最叫得出來名字不就哈威爾巴登 還有誰 對那個烏蘇拉 那個也是有名的 你覺得嗎 我剛才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這部電影那麼貴 就是因為烏蘇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這部電影那麼貴 我真的不知道 好吧 可能 水井那個 水井很貴 那個蒜水畫面很貴 對 可是他也沒算很好啊 美學真的有問題 而且 飛進剛剛在講色塊嗎 對啊 一個藍色的東西 要是 配咖啡色 然後結果他上岸 也是穿 藍色的洋裝 就真的 怪怪的 醜醜的 對比色真的不對啊 藍色洋裝是原作的那個造型啊 這個我知道 就是那個時候 印象挺深刻的 因為當時那個海王啊 幫他幫他改好了以後啊 那個 那一襲那個衣服 我當年 小孩子時候啊 老媽放給我看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裡面是LD 放給我們看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那個 家裡面的親戚啊 那個什麼 也有女生 然後看到講了脫口而出 我也要 然後我那時候啊 對就是 可見當時的那個衣服 是有辦法讓那個什麼 女生看了以後 很羨慕啊 對 那好吧 那個什麼 也許換了人 以後穿那件衣服 就不好看了 我有注意到一點就是我看了那一場 看完就是在聽片尾曲 然後再上字幕嗎 我發現我前排的那些家人帶小孩的 有幾個妹妹就一直吵著要趕快走 就好像完全留不住 坐不住的樣子 我很想問他們喜歡這個公主嗎 之類的 所以他們做不住 他們應該是無標觀眾請才對的 對啊 台灣人不準啊 可能要問那個美國的那個 可是就感覺家人都想要聽音樂啊 可是那些小妹妹啊就 啊媽媽可不可以走了啊 都已經演完了 台灣的家長其實沒有很認真在看電影 可是我剛剛講是相反的啊 是家人做的 是小孩沒有很認真在看電影的意思 不是啊我意思是說 小孩就是看好不好看啊 啊家長不然都沒有很認真在看 我要講一個那個故事就是 當年啊我跟我媽去看魔戒 然後 看完以後因為我看得很開心嗎 然後看完以後我發現我媽也沒有很認真啊 然後 可是我媽就在注意旁邊的人發生什麼事這樣 因為你也知道魔戒首部曲是一部 長達三個小時的電影 對然後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他說他一直在注意旁邊的小孩子 你知道 旁邊小孩子睡著了 對 旁邊小孩子睡著了 旁邊的那個爸爸媽媽一直在推他起來 你知道 然後我媽就笑說 他們可能是覺得那個時候 很不甘願啊 那個花錢叫小孩子在裡面睡覺 你一定要給我醒過來看這部片 好吧 剛米莎是想看 米莎剛要講什麼 我說這部片的那個 美術方面出了什麼問題 他不只是顏色問題 他整個設計就很有問題 對呀 就是造型造型其實也不好看啊 髮型也不好 對他的中法造型通通都出問題 你沒辦法從角色身上看到什麼皇族氣息 嗯 對呀 而且我反而覺得他的那張海報 有一張海報他像個阿美亞在那邊 抬頭仰望 欸 還滿有公主氣息啊 為什麼本片就 你看那個 有不同人做的啊 那個做海報跟那個做影片的人 沒有你們沒有發現海報 因為我那天在想要做個找個對比 你知道嗎 我發現艾莉爾的海報幾乎沒有他全身 只有他的很大特寫幾乎整張臉都看不到的 那種只有半邊的那種 你知道 所以我其實覺得他他們 大概也知道說 如果你把 艾莉爾這個 把他 拉拉拉 做全身的可能 不好看 你知道嗎 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辮子跟那個水是遮了很多啊 然後點只有一點點而已 你知道嗎 當時我要去找一個特寫對比的 然後結果 我發現我幾乎沒有辦法 看到平視角度的喔 你只能夠看到從上面往下拍的 然後抬頭往上看的那個版本 你知道嗎 好吧 那個顏色實在是 可能是真的太跳了 如果我們拿同樣預算 一樣也是2.5億的阿凡達好了 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公平 但是你整個畫面從頭到尾看起來 有一種和諧性 你看 整個海底都水藍色 那阿凡達他們膚色也都是藍色 那不講阿凡達如果我們講 水星俠好了 其實他裡面的配色你看得出來也是精心配過的阿 就是裡面的服裝他們也都是水綠色或是水藍色 是綠藍 然後又可能有時候 痾 像傑森莫摩亞他皮膚也不是白色的阿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出現在海裡面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說他那個整個顏色美感不好 或是不好看之類的就是 我真的覺得這些顏色上面 才學搭配 小美人魚真的就沒有做 我覺得你要不要跟黑豹比阿 黑豹2阿 我也不會覺得很醜阿 像裡面那個反派他也不是白人 他皮膚也不是白的阿 但是 這個造型 這個服裝出現在海裡面我也不會覺得很醜 我發現那個水星俠跟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黑豹2裡面的那個害豬阿 身上都有很多刺青的樣子 怎麼那個小美人魚沒有 刺青就是可以蓋那個顏色 有可能 可以多細節 可以多細節 就是到底就是那個 我剛剛有講阿 就是他的姐妹阿 都有一些紋路 這樣子延伸過來 那些至少看起來稍微自然一點 對 我講完了 你講完了 簡單講一下小美人魚我講完了 講完了 好吧 我沒有沒有看這部片 但是我只能夠跟大家介紹一下小美人魚本來的版本 對我來說小美人魚本來本來最重 其實真的很它是一部很簡單的故事 它是基本上是好幾首歌組合起來的故事 但是你們如果要提說那個什麼 細分的話 我後來再思考一下我發現其實早年的公主電影阿 都的特色都是事實上公主的細分 也沒有很多阿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公主他唱完他的渴望 然後接下來就遭難了 然後接下來是他的夥伴要想辦法救他 然後所以接下來就是夥伴的戲 然後接下來就是反派 會有一段自己獨白高歌的那個 所以我覺得 的戲阿 所以 可是這音樂劇好像就是這樣子阿 如果你去看那個 悲慘世界好像 主體也不是老是都是上萬強 你會發現看到會有什麼褐色地阿 然後方婷阿 然後或者是賈維阿 什麼之類的每一個段落 會有一個他們自己唱歌的時候阿 所以我覺得因為早年的音樂劇阿 就是早年的公主系列 也比較不會像現在的那種 冰雪奇言一樣 全部都聚焦在兩個女生身上 會有其他角色的故事 所以 我覺得那個 特別講這個其實只是因為那個 之前 地方在那邊講說他覺得公那個什麼 他對艾莉爾沒有感覺是因為覺得被動 但是我老實說我覺得 他講的部分其實只是故事 是因為故事本身的缺憾 但是故事本身的缺憾 但是可以靠著角色魅力去彌補回來 對這個角色很生動 然後看起來很可愛 處處可憐 然後你你就不會那個 他他在那邊遭難的時候你就會想要去救他 對所以那個時候驅動驅動力會變成是別的角色 對阿 然後我要看到補充什麼 還是建議大家回去看看一下動畫版本 我自己覺得動畫版本 的優勢是在於他們的表情跟動作都非常生動 然後音樂也很好聽 我覺得那個 這也是他們當年會成為經典的原因 那才短短75分鐘的 故事而已 的片而已 就可以讓我記得他們30年 對啊那 而且阿我覺得那個什麼 以那個年代他們音樂劇的那個什麼 角色投入感情的那種 程度阿 就是我可以久久沒辦法 對然後所以像那個什麼小美人魚阿 然後還有我個人覺得那個時候 我剛剛有在討論區裡面講 這最喜歡的兩部就是一個叫小美人 小美人魚是艾莉爾的部分 然後再來這個時候 第二喜歡的就是中樓怪人 是那個加西莫多的部分 就是加西莫多唱歌真的是唱 他的那種對位對那個時候出去外面的那種渴望阿 然後銀行高歌的那種感覺 哇這個這首歌超好聽的好遼闊 你知道嗎 對就是他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 他超越了動畫本身 我光是自己放來聽我都覺得 哇這有夠好聽的 對啊 好吧 好啦小美人魚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領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帝王霸王龍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帝王霸王龍慘叫一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了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 帝王抓起來